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大山歌臨講師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謝謝 沒有上初級班直接來的,舉手 前面這一段先幫你補初級班 簡單,聽過的話再聽一次 聽多少次都沒有關係 來,這幅畫看過請舉手 沒有,上過課就不用回答 上一堂課我有看過 這個題目叫做資源回收人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這是高庚 在18多少年的時候 1897年的時候為一百度 高庚跟梵谷同一個時代,鋼節細春 他們還住在一起過 那高庚呢 是一個藝術家 那藝術家你知道他生活會起起落落 他就急著就很快 隨便都花 不急著散開 顏料都變得很廉價的顏料 來,晚到了請盡快就坐 我的客人不喜歡被打擾 來,盡快就坐 快坐下來,我在上課 好,這幅畫的名字叫做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對誰要來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要往哪裡去 來,盡快就坐 我這樣沒辦法上課 你們其他課老師很少這樣規定 以後你們來就是當民眾的官員 我們從我們平常的生活習慣開始 包括怎麼上課 我們平常去音樂會也是這樣子 你們誰有幾個人去過音樂會的 國家音樂廳去聽過音樂的 沒有的請舉手 怎麼那麼多沒有 大家為什麼 國家音樂廳音樂會還是台中還是高雄 都有啊,都有音樂廳 你們以後的位階是 你平常的娛樂不是看電視 聽音樂會 好不好 慢慢就學會不同的 Enjoyment Entertainment 你們娛樂的方式要慢慢改變 因為你位置換 你不再是一般的百姓 你Appreciate的東西開始改變了 因為你會覺得觸味的 不一樣 我待會慢慢跟你解釋 為什麼會有產生這些改變 這幅畫是高跟畫的 那題目是 我們是水 我們現在在通常 你後面要摔倒下去 台灣人過去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不會問 因為台灣人都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這個term 名詞是我三年前coin出來的 做出來的 那原因是什麼 來 我可以按嗎 可以齁 你可以幫我抓那個 那個 那個 部落的那個 tribe 部落的 那些圖片給他們看 因為我發覺有些人還不太清楚 抓到以後再幫我放回來 這裡面有嗎 沒有 這裡面沒有喔 幫我從另外一個檔案裡面抓出來 這個還維持 在這邊 可以嗎 好 待會抓到的時候我們放上來 過去喔 世界上的人都是以部落的形式 部落是什麼 tribe 部落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 你們知道什麼叫部落嗎 就不同的家 很多家庭 十幾個二十個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養水 水資源 還是種植的範圍 結束會 生活在一起 這叫部落 部落 部落之間為了他們的生態 部落為了生存後代的話 他們之間會做兩件事情 如果部落跟部落之間碰到的時候 什麼 要嘛就是 怎麼樣 修台 對不對 要不然是這種 像這樣子 這是部落的形式 早期這樣 部落跟部落之間碰到不是沙 就是什麼 就和好變成更大 對不對 更大的實力跟對付其他人 基本上以前 部落戰爭都這樣 人類六萬年以來的歷史 都是這樣子過的 直到最近幾百里異後 才慢慢改變 早期都這樣子 戰爭之後會產生很多什麼事情 通常過去都是全部殺 那個小孩子如果有小朋友 請帶到外面去 我上課 不好意思 讓他在外面去沒有關係 天啊 部落跟部落殺的時候 通常把你殺光 鬼給你留活口 為什麼 怕你以後出來回來報仇 所以通常要殺光 可是殺光以後不對啊 為什麼 土地變大,對不對 你贏了人家土地戰,資源變多了 但是你人變少了,怎麼去做那個 所以顧起來他就要做一件事 把對方的更厲害、更強、更用的都拿掉 存在老老父母剩下來做什麼 把他們留下來做什麼 努力,對 每天就做什麼,就做這個 每天就辛苦工作,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做這些事情就好了 存在不要太多 就是做這些事情,要努力 你本來是要當本手,要用台,要用丟掉的東西 拿回來再使用,我給他一個名詞 叫做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資源回收,就是本手叫做回收人 人也是一樣,本來要用台又叫做回收人 就叫做資源回收人 我們隔壁就有一個資源回收層,很有名的 叫做香港,是不是 香港過去中國跟英國打敗之後 掛給他們 英國人來後,給他設一個制度 讓香港人賺錢 他們就裡面每天吃飯睡覺唱歌跳,對不對 時間到了嬌水,總督總督把錢拿回英國 沒錯吧 九七之前,這些香港人 比較好處,情況不對,中國要來管了 走啊,對不對 這些人就開始移民到 紐西蘭、加拿大、比較好處去英國 對不對 可是他們這些人到哪裡都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資源回收人 沒有效忠的對象 什麼叫做資源回收人 就是沒有效忠的對象 頭被砍了 這些人就是只會製造生產 到哪個國家都可以使用的人 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每天不會忙其他事情 就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就這些啦 膠水 那資源回收人的時候 這就是什麼 部落戰爭在政府對風之後的統治手段 就用這幾句話 這些人怎麼管 透過這三個方法 宗教、語言、姓氏 過去 部落跟部落在中東地區 比如寧羅河神是康魚 有的是康布拉 眼鏡蛇的部落 在殺之前就把他們的神抬出來 打敗對方的時候 叫對方把對方的神 說你這把敗 丟掉 全部燒光 不准你再拜你的神 因為你叫我贏了 你如果繼續拜你以前的神 你搞天有一天會反叛 對不對 我怎麼可以准你這樣 絕對沒有我們准 第二個 我也不准你再講你過去的議員 無關你老婆怎麼教 你現在給我通敵 你是被我統治 你是奴隸要學家裡的話 再來很簡單 姓氏給你改 過去中國那裡 有什麼姓林姓臣 那都很簡單 過去在中國這個土地 在中原地區這個土地 上面有不同的部落殺來殺去 贏的人當然輸的人 就跟著贏的姓 所以整個國就是 許國、陳國、齊國 那都是部落酋長的姓 當作那個國家的姓 當作那個國家的姓 過去台灣人就會經你制 那人一回台灣之後就用這個計劃 統治你 改變你的宗教 叫你拜中國神 講中國話 講他的議員 對他的生 所以我們的姓氏都不是我們 本對台灣人的生 很簡單 過去就是這個土 讓你們看得最清楚 我歷史 所有人類歷史 其實只有六萬年 你不要講 歷史這是什麼 尼安德拉人 那些人的DNA 至今都不存在 現在所有世界上的人 都來自於元朵中 非洲來 六萬年而已 我們是M174的後代 我待會兒也給你看更仔細的圖 然後再來大都王國 後來到13、13、14世紀 就是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進來 日本 包括日本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人類 開始有航海技術 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探索 我們這個土地上 本地就有 我們周深在那 四萬年就來台灣生訪 剛才有他們 他們來幫你 因為他們 比較有難嘛 對吧 武器、攻擊台灣 這些 幫你 幫你 幫你證明的人是什麼 我告訴你 那個名字 叫掠奪者 當作殖民地 掠奪你的資源 說一個稠陋 難聽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不要負責 不想跟你結婚 與取與求 把你資源拿到光為止 過去台灣就是不同的國家 就是要把你侵略 拿到台灣人去支援 拿到台灣人去支援 不然要對人負責 過去台灣人 我們高山做的 在屏東外海 美國的軍艦在那邊擱淺 他們的人 逃到岸上 我們的高山都跟他抬了 結果美國人 就跑去大清立國抗議 欸 你為什麼我們人 你跟他抬了 賠款 欸欸欸 等一下 這是化外之民 不歸我管 法語不法由 貴國自在之 隨著你處理 這不是我們人 那就表示 他幫你做殖民地 他沒有要替你輔助 可是這些大殖民地的人 到最後 最大限的贏 日本 日本打敗大清立國 大清統治台灣 兩百十幾年 所以我們很多藝人習慣 都那天建立的 後來日本人得到 但是日本人這次又不一樣 跟過去的掠奪者不一樣 他這次來是真的完真的 為什麼 他用五十年的時間 建設台灣 就是要準備 男生追求女生都是送花 請你吃飯 對不對 把你裝的美美的 對不對 給你鼓掌 最後給你出一門 對不對 跟你建立條約 婚約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 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就是一個把台灣 併入他領土一部分 神聖不可分割 自這段時間開始 我們台灣跟日本 我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這有婚約 現在是有紅的 讓有效忠對象 這是permanent 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永久 permanent 過去那種是temporary 就是暫時性 因為殖民地 把你營營 等到就跟我們換 但是這次不一樣 就是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permanent 他說不對啊 現在我們是中國人給我管 抱歉 二次世紀大戰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戰輸了 很夭壽的美國人 把你贏了之後 叫過去把你招牌 那些男朋友 又回來再招牌一次 就是這樣 就是中資納的流亡政府 只有一次台灣 又再招牌一次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台灣人遇到的事情 他說我就是日本人 我已經嫁給他 我現在是日本人 為什麼我要公眾 各位 因為他們違反戰爭法 我們去換他 他這個人要照 這個人要照 還給他照 還給他照 還有一個台灣人 我給他的名稱叫做余虐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余虐 過去中國人就像 八爪章魚 不一樣的腳 把你抓住 用語言 信式 宗教 所以就是那些人來 都去廟棄 去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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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支援 但日本人是把你建設 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以前台灣的建設非常好 就是這個原因 你知道嗎 我今天目的不是要講這個 所以阿拉麥就是無頭的人 超人 他可以像超人一樣 好啦 今天特別要跟你們介紹的 因為 我們西青梅的官員 以後台灣人 兩千萬人 你怎麼去管啊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是一家公司 超過一千個員工的老闆 有沒有 沒有嘛 你們在座各位 沒有一個是超過一百個 一百五十個都不可能 那為什麼你平平來這邊當官 我就 四千個對上兩千萬人口 你一個人手下 至少管五十萬個人 你怎麼管 你連幾百個公司都沒有管過 你要管五十萬人 所以我要給你方法 我在短時間教你 用什麼方法把人分類 把你要管的人分類 就是用這個方法 來 這是根據人類行為的主宰者 就是 人類他最終 他根據一件事情 來做一個決定 Decision making 我分為三類 上面是有頭的 沒有頭的 跟動物一樣的人 有時候 許老師在講什麼 來 慢慢看 下面是根據 動物生存本能 在執行 他每天的私人生活的人 都是這種 生存保足本能感官 動物你如果要他 咬到他就很生氣 氣噗噗 死去被人咬 那要死去死去 怪怪怪 所以你可以用食物去控制動物 對吧 給他吃就聽了 連睡於任何動物園獅子都會聽你的話 就是用食物去控制動物 你知道嗎 這種人他的行為準 根據他的本能 所以高雄有些年輕人晚上沒睡 睡不著覺 騎機車到外面 卡布斯都跟亂來砍人 警察把他抓過來說 欸 搞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隨便出去砍人 不知道啊 爽 爽 你就出去砍人喔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像動物一樣 當他的nature impulse 本能那種掠食的本性 跑出來 但是他像動物一樣 當他那個衝動來的時候 他想出去就是要砍人 看完他就覺得舒服爽 他看到女的就跟小狄狗一樣 要上 因為他像動物一樣 一些動物的人 你也不要小看這群像動物的人 他可能很有錢喔 他可能開的可能是Lamborghini Bugati的跑車 他可能住的是地堡 可能有私人飛機 可是他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是誰嗎 對啊 就是他不管人家的死亡 這種人沒有人希望 我想要什麼都可以 只要我喜歡沒什麼不可以 這種人就是做這種事情 因為他像動物一樣 這種人分辨事情怎麼價值 你有聽到台灣人說一句話嗎 頭上搜尋要做什麼 沒辦法做飯拿來吃 有沒有聽說 是去挖的要做什麼 沒辦法做飯拿來吃 所以對這些人 東西的價值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那不是動物是什麼 是不是 你憑過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不能吃就沒有價值 所以你就不用去搖 不用去搖 是不是這種人跟動物一樣 所以過去台灣人跟人 問過是什麼 你吃飽嗎 那不是跟東部一樣 吃飽你就幸福了嗎 是嘛 過去台灣人全自到這裡 外國人不是說 How are you doing 你今天做活得怎麼樣 不是說你吃飽嗎 要起碼人的要求 人類層次到這個程度 這種人又以馴服的程度來話 他會上中下 變成是動物 我過去養過狼狗 就是狼跟狗混的下一代 野性還在 所以我給他養十幾年 我養了他十幾年以後 還是有問題 為什麼 每次餵他東西 我只要那個飯 撒去之後 不能再拿回來 還堵回去 第二他就給你割了 因為他野獸本性 我在吃東西靠近我就給你割了 他出自本人嘛 那就是野性 越下面越沒有辦法懸浮 但是路頂館 動物到後來懸浮到後來 他會以為自己是人 我們家的鳥 我給牠吃的知識不對 牠不高興耶 不想吃耶 晚上要睡著牠搶牠 牠搶牠 牠是為牠是人 所以越下面的 這種像動物一樣的人 他越下面越physical physical是根據牠 身體的本能在行為的 在越上面越subjective 越來越有主觀意識 牠開始有知道自己是誰 牠需要什麼 有主觀意識 再來講 這屬於精神 這動物層次 在人口的比例 百分之相當多 隨著你是越先進的國家 這種人越多 越會越少 越原始的國家 這就越多 你知道嗎 上面幾乎沒有 這是什麼叫 屬精神 subjective 主觀意識到最後變成客觀 什麼叫做這一群人 這一群人 可能是諾比奧講得主 可能知識很高 可能superman 社會結構很好 他是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執行效率來劃分上 中 下 機關人比較注重執行面 他對於法律 他說 趕快把遊戲規範跟我講 他會把它玩得很好 這群人沒有效忠的對象 下面 我要講給嘛 這種人什麼都好 這種人典型就是 他哪裡都買房子 美國也有房子 上海也有房子 台北也有房子 哪裡便宜哪裡買 對不對 哪裡有條件改變 把房子又收回來 你去拿美國綠卡 等到美國開始徵兵 開始抽稅 馬上就放棄 又跑到下一個地方去 這個人 這些人沒有跟土地沒有結合 他不效忠任何人 這個人哪一個國家都可以用 美國就是典型的資源回收層 香港也是 這群人家都可以輸用 他只管他自己 可以吃喝喝 他沒有效忠對象 也沒有傳承 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歷史觀 他就是當下 他有比較差 他也會給他 能bright 最上面的這個 Wright 是什麼人 這個人是有頭的人 比如說 傳教士 從西方國家 包來熱身療養院 跟人家有疼勾 台反對大家 都沒有在乎的人 每天患藥 每天在患草 每天看病 收入很簡單 都很簡單 但是散禮 很簡單 把他太太也帶來 太太又漂亮 小孩子又可愛 整個月有美國的高生活水準 然後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他的上帝 他的上帝叫他來 他就來了 他已取悅他的神 為他的行為的主宰 他的神如果叫他不准來 他也不敢來 他的神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死懷澤 你知道嗎 所以因你的效忠對象 他已取悅他效忠 所以他生活好壞 對他還講不差 只要他的神高興就好啦 對於這種沒有頭的人 就沒有神的人 他就以自己為他服務的 他就是他自己的神 所以他都會想辦法 給這一生過得最好 上面也不一定是好的 你拜的就換做什麼 換做IS那種人 他生活條件很糟糕 但是叫他去台南馬上去台南 叫他去死馬上去死 北韓也是一個有頭的國家 大家都效忠金日成 但是大家都傻傻 所以這個好壞很難講 但是我跟你說 你們來這邊 就是給你裝頭的 就是要有頭 為什麼 我們有效忠對象 過期沒有嘛 人家全壞 我們被當奴隸 對不對 我們沒有效忠對象 你就製造生產 給你挑選 中國人都會這樣 跟他修容 台灣人過去只管吃飯之力 要唱歌跳舞 其他事情不知道的 你不要講說 這種沒有頭的人 他就沒有記憶力 沒有頭的人有記憶力 有多久你知道 沒頭的人有記憶力 我跟你講 洪仲秋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收水遊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黃色小孩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是什麼意思 媒體有在報導他就知道 媒體不報導他就忘記 這些人的腦袋指導他的行為 就是媒體 媒體就要做什麼 去買東西他就去買東西 什麼最夯他就做那個 就叫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連吃飯都在看電視 連吃飯都要看電視來吃飯 那個是資源回收人 你看 支付餐廳很多 電視開了大家都知道 二日來看新聞 去吃飯 可能跟這種程度 台灣人台灣都這樣 看電視吃飯的人 把你們抓出來 還有就是有效忠對象 待會再慢慢跟你講更多 剩下我們叫管理 沒有偷的人 跟動物一樣的人 你們一開始 可能沒辦法接太多 來 這過期 日本這個 馬子里你們知道 馬子里是記 各種的 子源記 什麼記 馬子里的話是做什麼 就是統治者 要讓 被統治者 不要判斷 判變 日本 日記裡面 有一個議會 在日本的意思就是 人民要起義 就是要退 賺錢 賺不到錢 要換 那種 通常一個 幾蛋 一百蛋 一萬蛋的那種 統治者 希望人民不要反抗 所以每天就 辦一大堆的活動 給他們忙 對吧 每天去吃飯 我剛才吃飯 睡覺唱歌跳舞 這樣最好 你就不會去參加 所以通治者就 要讓人民忙 所以他一天到馬子里 日本人誇張到第一步 以前過去 這全世界都有 不像台灣 日本也這樣做 馬子里一大堆 一天到晚跳舞 回來就吃飯 洗澡 就是他的人生 就是馬子里 一年多到會三個月都在跳舞 最好通的 美容5也是 這是年輕人流行的歌 美容5 你們中間有沒有聽 美容5的歌 魔力宏的歌 沒有 大家都這麼老 年輕人有在聽 沒有 我們這裡沒有年輕人 他歌詞內容 年輕人在Hondo 前十大歌曲 他說 他就像動物一樣 所有廣告 你記得一件事情 所有廣告 都希望訴求你的本性 本能 像動物一樣的本能 所以Nike就講 Just do it 不要想 你買東西幹嘛想 你想就不買了 Just do it 對不對 只要我喜歡 為什麼不可以 對不對 所有廣告 就訴求你的本性 你記得 他希望從你有反應 到購買這段時間縮短 不要給你想 所有工庫都是這樣 來 這就是講人 我很快要進入我們主題了 來 這個 我們現在人類在繁衍後代的時候 我們的染色體都會複製 copy 複製過程會產生誤差 誤差就產生突變 突變基因會carry 所以 在你所有從你生出去的後代身上 都有同樣的變異細胞 它就好像一個記號一樣 只要從你這些生出去 最近不是嗎 你到宅山的誰人 誰可以繼承 我 憑什麼 驗血 我不要看給你 驗血就知道了 對不對 現在DNA檢測是最標準 最科學 沒辦法否定的事情 對吧 你知道 你們大家是醒過來了沒有 所以 《國家地理》雜誌 他就做了一個調查 他知道有這種記號的東西 你知道是誰生的 剛剛追到你祖先去 所以他全世界做了 70萬個 sampling 樣本 大家現在不用抽血 用那個Q-Tips 棉花棒在口腔刮一下 拿到實驗室 兩天三天 你的基因排序就出來 幾億對就跑出來 沒辦法騙人 所以他就把全世界人的 遷徙圖 你們上網自己去打就好 這不是我編出來的圖 Human Migration Map 這個圖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我跟你講 他把所有人類 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全部給你畫來 而且全部是科學證據 沒辦法騙人 這個計畫主持人叫Dr. Spencer 你看 全世界人 這邊有不多數字 我來講 徐老師 你光看這個圖 是不是知道人從哪裡來 會不會看 箭頭是最後到的地方 你就往前追 最後到最後 所有的人都從哪裡來 哪裡 你們都不敢講 非洲 對 非洲 這是六萬年前 我不講DN 我光講一個很簡單的 男生是XY染色體 女生是XX染色體 男生的Y染色體是從哪裡來 不會從媽媽身上來 媽媽只有XX 你Y一定從爸爸來 你爸爸Y從哪裡來 他的爸爸 你對到最後到最後 只有一個Y染色體 對不對 合不合理 純數學 就最後到最後 一開始只有一個 不會從此世界上 突然人家進化 哇 到處都有人類 不是的啦 如果到底只有一個人 而且這個人在六萬年前 在這個地方 非洲出來 許老師 我知道人是從非洲來 但是我對這個興趣 不那麼大 我想知道我從哪裡來 對不對 台灣人從哪裡來 從這裡看 M174 六萬年前從非洲出來以後 走到南葉門 再走到印度的南部 再來是走哪裡 馬來半島的南部 可能五萬年前 再來 現在才來到台灣 對不對 這時候時間是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再來是走哪裡 哪裡 你們會不會看地圖 這裡哪裡 日本 對不對 日本再來 朝鮮半島北部 對不對 朝鮮半島北部 再來再進入所謂的 中原地區 沒有中國 那時候沒有中國 不要動作 這是一個很大的土地 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有很多種人 有什麼地方來 你看 從中亞來的 從歐洲來的 從蒙古下來的 從西藏上去的 還從邊緣這邊上去的 對不對 所以有十幾種人 在差不多三萬年前 兩萬年前來到這個地方 混雜居在一起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我沒有在羞辱 這是事實 居住在這塊土地上 人都是十種 為什麼 他在這塊土地上 混了好幾萬年 對不對 所以相對上比較純是誰 爛 為什麼 因為航海技術 沒到那個時候 你在這邊生存中 四萬年活到最近 十三十四世紀 沒有錯 這是科學證據 他們的人在裡面 有活爛 什麼幫派 組織 部落 抬來抬去 人都換來換去 最後都血都混在一起 所以 中原地區 他們慎中追遠追到台灣 不是台灣追到中國 你不要說錯了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就要把我們擺 這樣知道嗎 我們是他祖先的一部分 所以那時候 韓國人說我們是中國人祖先 中國人氣得要手 我怎麼會是 我跟你講 科學證據 沒辦法騙人 科學證據 DNA就是在後面 你的人有一部分 就是從我們這邊過去 沒有錯 所以我們是你的祖先 沒有錯 但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韓國哪裡去 韓國哪裡去 日本嘛 日本人哪裡去 日本人哪裡去 日本人對哪裡去 台灣嘛 台灣對哪裡來 馬來半島家來嘛 再來呢 最後從非洲啊 沒有錯啊 但是 中國人是對我們這裡去的啊 最後都弄錯啊 所以這個 Dr. Spencer說的一句話 很有名喔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是你用編的 用講的故事 或者歷史上 盡在你講 歷史大家都可以編啦 為了統治 實行統治 自己去畫嘛 所以在世界上 沒有所謂的叫中國人耶 中國人是最近才有人 之前叫大清帝國啊 之前叫大大大大元 到底是哪一國 沒有這一國啊 這上面很多部落在上面啊 我就問那些中國人說 你什麼叫中國人 漢滿門回帳喵喵喵喵 這裡面就好多種耶 到底哪一種才是 回家 回人是不是中國人 他說 嗯不是 漢人才是 不過漢人又在哪裡 我胡亂有料的不漢人 你如果說我是漢人 動過人的周身 後代的話 請你把他的DNA定義出來 說這叫做中國人DNA 然後我定義我的DNA 來match看看嘛 是你就是中國人嘛 所以他們都說話啦 一張嘴就要控制你啦 實際上血液沒辦法騙人嘛 對不對 他是一個大雜種 大熔爐嘛 不要講雜種 就是熔爐嘛 各種民族的熔爐嘛 就沒有存的啊 而且這是人類的路線的尾端嘛 背撩背撩嘛 所以你如果每個年的七明年去拜中國人是祖先的話 你就是背祖嘛 對吧 台灣人都背祖嘛 你去背 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背什麼祖 背你四萬一來的祖先嘛 沒錯嘛 你在背祖耶 你的背祖的原因是因為你被騙耶 你被人家騙耶 你被人家騙耶 你一個假的祖母掛在你身上 你就會以為自己是耶 你不要以為說 我說挖爐又挖爐呢 不是說火爐又挖爐 根本就不是耶 我剛才講過嘛 統治者用的手段嘛 改變你的語言 信式 宗教嘛 你過去給我大清帝國統治兩百多年嘛 所以基本上一樣也是黃明華政策啊 叫你講一句啊 要不然你怎麼當日本人 這才叫做Facts 歷史上的事實 年輕人來跟你講的 就是科學證據歷史上的事實 歷史上的文件 沒有要畫大便叫你去追求 就是講這麼簡單的事情 台灣人一直有這個問題 今天講藝術史解碼嘛 所以要講快一點 這是時間點 這這邊六萬年 有顏色 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有沒有看到 這圖不是我畫 我沒那麼厲害 你只是科學證明 上網去查就有資料 自己去找 啊 講得比較輕鬆啊 這是什麼東西 蛤 你們答案有點奇怪耶 你說歐來 啊這個是什麼 啊這個是什麼 這裡面面積最大不是歐來耶 可是你一看你會覺得是歐來對不對 可是這裡面還有椅子啊 比它鳳梨大啊 這邊還有海水還有天空啊 你怎麼會只講鳳梨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要講鳳梨 不好意思 這是鳳梨 我有一堂課叫做跳躍性思考 就是我給你一個物件 你畫它 然後你畫完之後 你根據這個跳一個思考 再畫下一個 就是跳躍性思考 來 這邊有一個學齡前的兒童 學齡前就是還沒有上學校 還沒有上小學幼稚園 思想還是很free的 那我叫他畫鳳梨 他20分鐘內給我畫了這一張 你們大家都成人對不對 幫忙看一下 這裡面有幾個 從鳳梨裡面衍生出來的 有幾顆 10秒鐘到了 好 請問這裡面只有一個鳳梨請舉手 只看到一個 好請問 這邊有兩顆的請舉手 很好 認為有三顆的有沒有 還有這麼多 看四顆以上的有沒有 四顆以上的有沒有 有 好 不管你講幾顆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 這裡面最像鳳梨是這個對不對 沒有例外 有沒有例外 沒有 好 那大家都很容易 好 那這個 正確答案也是 他先畫這個 請問他下一顆是哪一個 哪裡 這個 沒那麼快 他先畫這個 這個怎麼看 這個鳳梨變成 這是什麼 太陽對不對 鳳梨怎麼變太陽 你告訴我 怎麼想鳳梨可以變太陽 有太陽 怎麼想鳳梨怎麼變太陽 顏色 沒有啊 沒有啊 太陽不一定是 鳳梨的 黃色 對 有人講到葉子 也沒有切都沒有切 整條好好 怎麼看 看鳳梨怎麼看 可以變太陽 光芒 有的人比出來 從屁股往上看 為什麼不是從上面往下看 因為它被擋住了 葉子是在外面散開來 你要從下面往上看才會擋住中間 把它連響成太陽 真的很棒 下一個就是這個 這就從上面往下看 你才可以看到這心 從上面往下看 可是它畫的是什麼 10中 你怎麼才會吃10中 1 2 3 4 5 上面1 2 3 4 5 1 2 3 4 5 誰到哪裡 誰到哪裡 27 一天27點 一天27小時嗎 一天27小時嗎 它學零錢嘛 不要要求那麼多嘛 對不對 更何況我反問你 一天為什麼一定要24小時 你有想過嗎 主持人大家都說 一天為什麼24小時 為什麼不是30小時 你有沒有問過 一天為什麼24小時 為什麼一小時60分鐘 為什麼一分鐘60秒 為什麼 你有想過嗎 沒想過吧 你都take it for granted 你就以為說 老師就這樣說你就這樣信 你沒有去想過耶 時間為什麼只能往前走 不能倒退走 時間為什麼按照一個節奏在走 為什麼沒有跳退走 這都是物理學的大哉問耶 你們就不要收稅 就不會產生偉大的人了 不是偉大科學家 因為大家跟你講什麼 你有接受 過於台灣人都是這樣 老師尬起來 以為都是真的 但你去反覆思考的時候 就不是這個樣子啊 對不對 可是在學年前還沒有受到污染 好 請問這個時鐘畫 當作鳳梨之後 時鐘上面有幾幾幾幾 三幾 要他摻幾幾 摻到七幾為什麼 我跟你講 那小朋友說他在動 他在動 所以有聲有潛 很聰明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畫完時鐘的下一個畫什麼 下一個是什麼 在哪裡啊 指給我看 沒有人在動啊 其實他都還沒有 還在這一個 這個他做了一個動作他就變了 他只畫了一個叉子 他就變披薩了 厲不厲害 他沒有去改這個時鐘喔 他只不過加了一個叉子在那邊 他就改成變成披薩了 老師這個是披薩 有厲害嗎 他從旁邊畫一個東西 來重新定義這個時鐘 變成披薩 天才吧 有厲害嗎 他下一個是什麼 他下一個畫這個 為什麼會變成直線啊 他那時候跟老師借一把尺 搞了酒 通常老師會覺得 莫名其妙你畫鳳梨 為什麼要尺 鳳梨上面有一條線 直到要用尺來畫嗎 沒有吧 對不對 為什麼會借尺 我是特別老師 我借他 我看你怎麼畫 他就真的畫 就畫一把尺 怎麼看 從鳳梨變過去 從 這個是 這個根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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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根據這個 請問 根據他在什麼變這樣 怎麼變成那樣子 我告訴你 如果把這個看成一個輪子的話 這個是軌跡 有沒有 這個把它拉開來 1 2 3 4 5 6 然後一片片葉子在上面 利不厲害 我想說 徐老師你想太多了啦 你把大人的思想 灌在小孩身上 難怪他想那樣的厲害 其實他沒那麼厲害 我說 NO 你看看 丁管側聲的東西 畫一個車子對不對 車子下面是什麼 怎麼會是輪子 車子跟輪子在一起嘛 沒有輪子不叫車子嘛 車子跟輪子加在一起嘛 所以我要講 它的下面是這個嘛 軌跡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車子有軌跡嘛 對不對 這就是 如果這是輪子的話 它在滾動的過程當中 這個鳳梨這上面 就拉出來變一條線 對不對 所以它很厲害嘛 三度空間加上時間 變四度空間 再拉回一度空間 有厲害嗎 天才 在各種像度裡面 悠悠之在 刷來刷去 天才 果然後來沒有錯啊 證明他是天才 後來念四大數學系 後來出國 現在用postdoc啊 很厲害的一個數學家 從小就知道啊 請問你這樣的話 到小學的話怎麼辦 小學美術課 老師叫你畫鳳梨 教這張書具是怎麼樣 會怎麼樣 被打死是不會啦 發展 你在跟你開什麼玩笑 我叫你畫鳳梨 你給我畫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天才 告訴我們小學老師 秋頭的變成什麼 蠢才 來找麻煩的 Q角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錯啊 因為他制度是一個 罐頭工廠啊 你不符合這個工廠 吃天才你就完蛋了嘛 你叫他糟糕欸 沒錯吧 我的小孩是天才 送到學校裡面變蠢才 所以沒有錯 隔一年以後 他這個小學進小學之後 回來我那邊畫絲畫絲 我叫他畫鳳梨 他就畫得一模一樣 像鳳梨的鳳梨給我 他的想像空間全部沒有了 抹殺掉了 所以喔 你花錢送小孩去幹嘛 被虐待 被折磨 被消除思想 我們的教育制度是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在座哥都缺財白嘛 你如果是Q角以後就是 棒骨夾燥 你去放牛班 你反正不會念書嘛 你不符合他的制度嘛 對不對 我如果自己自己 運動的小孩子的話怎麼辦 就完蛋了 坐好好不可以當 我是舞蹈的啊 我是很厲害的舞蹈街啊 以後啊 對不對 欸 這就很麻煩欸 我如果這樣子 我們學校的制度是這樣 我就很傷 那個字齁 我想的那個字叫做糟蹋 糟蹋 來 這個你們沒看過 看過舉手 你們絕對沒看過 我以前在東岸的一個 長春的人學校念書 我們到碩士班 我們叫Defense 叫做辯護你的作品的時候 把作品拉出來 下面都是什麼 逸平家 給你意見 然後打分數 看你可不可以過 然後在逸平家的時候 我在Final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日本人站起來 說欸 James 你沒有去過歐洲齁 欸 你也知道我沒去歐洲 我現在不是看我的話 你為什麼看我的話 就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 他說我回家 然後我卡住的媽媽 說 今天日本的教育給我滾開 說我沒有去過歐洲 我媽說 好 這個暑假你就回來 我幫你送到歐洲去 去走一走 結果那個暑假我就回來 我就參加旅行團 你知道去歐洲旅行團 很多都是採購團 對不對 我不想去參加採購團 我主要去看 經歷歐洲 所以我選了一個團 喔 台南國小老師 主團 要去歐洲 這好歹都是師大畢業的 師專畢業的老師 教育師都很高 對吧 還有加幾四人 退休了 現在出國 應該很懂很多事情 那我就加這一團沒有錯 所以我們第一團 這一團就出發了 第一天到了這個地方 有沒有人來過這裡 有沒有去過這裡 去過舉手 一個都沒有喔 台灣人都沒有去歐洲 去過歐洲的警局所 有啊 只是沒有來過義大利 這義大利的梵蒂岡 裡面的聖彼得大教堂 你知道嗎 義大利梵蒂岡 就是天主教 國中之國 義大利這個國家裡面 還有一個國家 叫做梵蒂岡裡面 教宗就在這裡面 你知道嗎 你們看過那個什麼 Tom Hanks演的那部電影裡面 有沒有 什麼解碼我不曉得 不講那個 這就是聖彼得 十六十七世紀 花了一百二十年蓋好的 專薄九陶 來靠近一點看 這裡面 任何上面一個雕塑 十二個使徒 下面 每一個人這麼高 每一個雕塑三層樓高 每一個sculpture 什麼在腦下管 三層樓那麼高 嚇死人了 你看 這是人 一般的高度 這是不是三層樓 是啊 每個雕塑這樣 以前沒有鋼骨結構 抱歉 所有的石頭都是靠粒 這樣子擠出來的 厲不厲害 揪頭一個 抓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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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阿姆頭 沒有那個力量去支撐 全部算粒 撐住的 做拱形 把這個膠囊這樣蓋起來 嚇死人了 慶在解容下的粒 你看 裡面從上面往下看 漂亮喔 這是內裝 鍍金啊 很漂亮 下面大理石地板 是白的 平啊 16世紀 幾百年級人走 地板是平的 台北市到現在地板還是不能平 對不對 道路都沒有平過啊 這是往上看 很漂亮對不對 看到這種景象 你會覺得什麼 好偉大對不對 這是教堂 蓋教堂的目的嘛 就是讓你進入教堂以後 感覺到這個 偉大嘛 才會起敬畏之心 要敬拜上帝嘛 它就是讓你感覺偉大嘛 這是教堂嘛 對不對 照理說 你的正常人看著 現在歡迎的人 就說 好厲害 我也是喔 我當時就哇這樣子 結果我後面出個聲 台灣那團人說什麼 這個沒聲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欸 這個位 國小老師呢 說這個位 我就說啊 死啊 我這團完蛋了 當國小老師公教會員 表示是什麼 他不懂得欣賞這個東西嘛 我身上團怎麼辦 果然沒有錯 接下去我們去歐西米爾這個人 到法國 去看美術館 一進到美術館 蹦一下這些人都不見了 只有我一個人 我都不管他們 我看我的話 看到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以後 我到下面 到禮品 禮品部 看到那位老師坐的 林甲比 徐老師啊 你怎麼穿那久 我說穿那久 我說穿那久 沒有啊 那位老師說 你這裡喝咖啡 吹冷氣不夠好 外面也沒冷氣了 樓頂也沒冷氣了 我說我來這邊就是看畫啊 那工夫要做什麼 切點就要賣 還有解釋還有照片啊 你看這什麼意思 你們聽得懂嗎 你們不會笑的人 有問題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些老師習慣看複製品 看到真的東西 沒辦法看的啦 從小都是看照片看解釋 他不會看欣賞真的藝術品啊 真的東西放在那邊 你不會欣賞啦 這就跟宅男一樣嘛 每天在網路上看網路美女 眼鏡畫黑黑大大 然後這樣子拍照片對不對 這樣子嘛 看到真實世界的美女 就說3D的 還會老鼻子 白眼鏡 對不對 不洗澡也會臭 這種美女她就不能忍受了 這些宅男就受不了了 她不能接受一個真實世界的女生耶 從小到大會老會衰老 會有年輕會有貌美 又漂亮又不漂亮的時候 這樣真實的人 這樣的美她欣賞不了耶 這就是我們宅男文化 就是網路上文化 我們的老師也是用價錢大喊 看到真的東西怕一下 我們過去也是被中國的文化 是那人給你價格的歷史長大的啊 當我們看到法理這種東西灑住了 我們不曉得怎麼去perceive perception 不知道怎麼去認知這個事情耶 對真實世界真的 真的的東西 好的東西 善的東西美的東西 沒辦法欣賞耶 很糟糕耶 所以我跟妳講 當妳把妳的孩子 小命命的兒子 可能是天才 送給這官老師去教 基本上妳就是 把他送去被人家糟蹋 我沒騙妳喔 我沒騙妳喔 你基本上是把妳小孩子送去糟蹋喔 把他送到補習班 那個個子加倍 就糟蹋他 他的考試 他的內容已經夠爛了啊 你還拿著名字 還叫妳人家 打不下去 又被打不下去 你是不是在糟蹋你的小孩子 是 我跟你講 他有各種才能喔 小孩子可能天生就是用 我跟他還會講更多 這個叫什麼 trivalize 英文字叫trivalize 就是瑣碎化 微不足道化 make something seems less important significant complex then it rely is 就是 despise don't play 上面一個澡塔 本來是在這個位階我們把他放在頭上 本來是這個美女嫁給一個老闆 一天有給我們打 那個澡塔 就這樣子啊 美女很好教育的 拿你家嫁給你家 你不懂得欣賞 每天叫他做那個有的沒有的 那個澡塔 女同性都知道 有感覺 男生倒過來也是一樣 娶錯老婆也是很糟糕 來 後來我就分析 我也是老師 我想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有幾個原則出現 一個叫capacity They simpl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o enjoy art 他沒有這個能耐去欣賞眼前的美景 沒有這個能耐 上面叫做capacity 在電學裡面叫電容 但是我講得比較簡單 就是滿桌的美食 幾百道放在前面 你沒有在家啦 為什麼你的胃就這麼大 你怎麼吃 除非把你的胃稱大 對不對 怎麼把你的胃稱大 我告訴你 capacity這個東西 胃稱大就可以吃得下去 對不對 我如果懂得英文日語法語 台語 北京語 我的世界一定比你只懂 中文的世界大 對不對 沒有錯吧 路來講 這個英文 說什麼 聲音要整個字 wick 你能把字典翻世界 然後再去翻字 föylyeth mm 隨便講一個 peculiar 這個字換成中文怎麼翻譯 詭異 奇怪 翻不過來 日記裡面 恥かし怎麼翻成中文 只是這樣子嗎 やかまし やかまし 和うるさい有什麼不一樣 やかまし 和うるさい有什麼差別 你在中文裡面都是吵 吵鬧 但是人家要有細微的劃分 在不同場合用這個字 所以呢 我要講的是什麼 capacity 沒有一個能耐 那怎麼增加你的能耐 我跟你講 不同的語彙 你的語言越多 你的世界越大 對不對 沒有錯嘛 語言不光是只限於講話的語言 有吃的語言 有聽的語言 有視覺的語言 你會不會看顏色 台灣人最怕色菜 我們看顏色就不曉得怎麼處理 你怎麼搭配衣服 不會 眼上要上什麼妝 不會 口紅要什麼顏色才適合你 口紅為什麼人家做了幾千種顏色 就是因為不同的顏色差一點點都不適合你 顏色也是一種愉惠 香水味道也是一種愉惠 你要喝酒嗎 刷不刷 一萬塊錢的紅酒你會不會喝 刷不刷 灌下去就好 我跟你講 你糟蹋了一萬塊錢的紅酒 三千塊熟成牛肉你怎麼吃 刷不刷 咬下去 補料 你糟蹋了三千塊熟成牛肉 一生都要增加我們的capacity 不同的語惠增加 像你們進來 你們之前知道法理的語惠 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什麼叫law 什麼叫international law 什麼叫戰爭法 這些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人就是被人家管耶 這世界就是這樣 懂得多的人管 懂不多的人嘛 那不是 不是說 做事 沒事 好像全世界都這樣啊 台灣人都是事 沒事就管啊 要用沼頭 要用記簿啊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要如何申訴 剛才說我要加入聯合國 事情都搞不清楚啊 無利息 沒知識 沒威力 這個台灣人啊 說假厲害 更假鏈 那這個我知道啦 你說話我都聽話了 這台湖 再來 另外一個叫什麼 Decoder沒有解碼器 你以前在日本買個DVD回到家裡 不能看 為什麼 亂碼 沒有解碼器 解碼器不同 不懂碼區 但是你把解碼器換 清楚了 所以對這群老師來說 看到這個的時候 這是什麼 亂碼 所以先比較藝術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它過去是奴隸的教育長大 看到這種 藝術屬於帝王之學 藝術的東西不是一般人可以欣賞 你沒有說這種教育 你怎麼欣賞藝術品 CAPACITY 你也不能說台灣人沒有能耐 台灣人很有能耐 有什麼能耐 吃本手的能耐 真的呢 你開上電視 青山色銀行就走起來了 誰人抬誰人窩了 在看 24小時一直看 誰跟誰又做了什麼八卦 台灣人對這種很有趣的 講到什麼正直的 好的 對的 法律的 橫桿就閉上了 開始 脈術就漏掉了 就開始嘟咕了 說法律力要 大家都到 沒錯吧 講好的事情 你沒有反應 講壞的事情 你有反應 你就是有吃本手的能耐 講到八點就是這樣 過期台灣人都叫本手一大 嫁的東西一大 看就真的不知道怎麼歡迎 台灣人的能耐 你來這裡就是給你轉變整個能耐 我告訴你 說實在的 你認為來這邊上課是要我改變你嗎 認為是的舉手 不是的 你們在座有結婚了嘛 結婚好多年了嘛 你可以改變你的先生或太太嗎 不行嘛 你每天跟她相處都改不了他 你憑甚麼認為來我這邊上一堂課 我就改變得了你 不可能的啦 我跟你講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你本地就是對法理有興趣的 你本地有對於是非對錯很清楚的 你來到這裡聽到 你過去是在錯誤的土壤裡面長大嘛 是不對的東西 你長不壯嘛 但是你來這裡用法理給你擦 正確是對的事情給你擦 你馬上就長大了嘛 我告訴你本地的這種人 你不是這種人 你不會來這邊的啦 你也聽不下去啦 就是因為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在錯誤的環境長大 現在來到這邊 恢復正常 你呼吸到正確的 什麼叫做法理 什麼叫丟 你對這個很堅實 可是過去一直不能得到伸張嘛 什麼東西都怪怪 哪裡不對 對不對 現在都很清楚啦 台灣人什麼人 為什麼在這裡 為什麼要接受這種虐待 都很清楚 為什麼要去當兵 為什麼要買武器 為什麼要 你們都清楚了嘛 所以 民主黨叫你先照相嘛 對不對 初期班的時候 給你拍照 上完課之後眼睛就亮了 整個人就開朗起來了 就這樣嘛 講對的講真理的事情 你就活過來了嘛 來 你不要講說我懂的英文 你不要講這四十部給我就辦英文 你還有很多智慧嘛 你沒有上三千五千一萬個單字 你不要跟我講你會英文 還不會啦 所以你除了你要一種語言裡面的智慧要懂很多 不是說你要不要換你喔 你才來聽幾堂課啊 你要看書啊 念完 好啦 我不講太多 來 你們省下十幾萬塊錢到歐洲團費 我現在現場幫你帶到這個 聖彼得大小團裡面有個雕塑 請問在座各位 誰會欣賞這個藝術品 請舉手 你會欣賞嗎 這靠近一點嘛 會不會欣賞 這大理石做的啊 我跟你講大家人們不會欣賞 怎麼辦 我要想辦法讓你們會欣賞嘛 對不對 好 我既然是老師我教你 當然過去是什麼 製造業起家 我就用製造業的語彙跟你們講話 好不好 至少你們聽得懂的語言嘛 製造業嘛 製造業嘛 製造業 這個雕塑筆是米開朗基羅 用一塊大理石刻出來的 是這個啊 從頭到尾就是一顆大理石刻出來的 它不是黏來黏去喔 以前沒有這種黏著技術喔 它就是一顆石頭刻出這個出來 你不厲害 而且喔 還不能刻壞喔 不小心 鑽一下 手鐵拿回去黏著回去 不可能喔 不可以喔 也做不到喔 你如果刻壞了怎麼辦 從刻嘛 很簡單嘛 丁鏡嘛 好厲害喔 現在知道他厲害了嘛 還有喔 同樣一塊大理石要刻出 人的感覺耶 布料的感覺耶 頭髮的感覺耶 男生的感覺耶 活人的感覺 死人的感覺耶 利不厲害 同樣一顆大理石喔 要做出不同的質感喔 你們好像不懂得欣賞的 利不厲害 厲害喔 好 製造業結束了喔 製造業與會我講完了喔 下一個 我開始講什麼 台灣人慢慢進入服務業嘛 都有服務業 我跟你講 藝術家為什麼決定要畫 要雕這個東西 我就要慢慢解釋給你聽喔 對吧 首先 你如果不知道他的故事 你怎麼欣賞這作品 請問他在 他在雕誰啊 有人講瑪利亞 有人知道嗎 瑪利亞跟誰 跟耶穌 耶穌現在在幹嘛 蛤 他為什麼躺在瑪利亞的懷裡 你說什麼 所以你不要用藥的嘛 台灣人不知道嘛 你用藥 又不會有正確答案嘛 你們應該聽嘛 對不對 當然記得有 我跟你講給你20年 不跟你講 你也 永遠不會發現 我讓你 這個雕作放在你家裡 放20年 你也看不懂 所以要學嘛 所以藝術史 OK 台灣人是服務業 我請問你 服務業 其中有一個是電影產業 好不好 電影產業 你要拍個電影 要吸引人家來看 要什麼 劇照對不對 劇照 劇照就放在公司上面給你看 你看照片 這個好看 我要去看對不對 劇照選的不好 賣不好對不對 賣座不好 你名字也要取得好 照片也要選得好 那一部戲好看是根據什麼 演員很重要嘛 對不對 演員他要表情對嘛 對不對 伴哲之書 伴哲之書很好看 為什麼 因為他的男主角很帥 不帥嘛 對不對 是因為他會演嘛 那什麼叫會演 就是那個戲走到哪裡 他那個表情要對嘛 沒錯吧 很重要嘛 你表情不對 所以人家在搞什麼東西 表情不到位 他人家不好看 表情過頭散板 對不對 所以你表情 跟你這戲的過程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 這戲怎麼在演 演到這裡 他的表情對不對嘛 那就對了 對不對 好啦 他是一個導演 請問你 這個不是動畫 雕一個刀工 是過了年的結果 那他一定要選一個最吸引人的場面嘛 他決定要 畫這個 雕這個故事出來嘛 沒錯吧 他一定選一個最高潮的點 給你看到 對不對 雕塑家只能做一個peace的時候 你怎麼做 你一定要選一個高潮點 然後在故事裡面 人的表情要對嘛 那請問你 瑪莉亞的表情是什麼意思 你要先知道故事發生什麼啦 你要首先知道故事發生什麼啦 要不然你怎麼知道 他表情對不對 他現在表情是什麼 傷心 剛才傷心 好那麼簡單 那傷心的話 他不是米開朗基羅人耶 你要先知道故事是什麼嘛 這樣花了一些時間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西方藝術 不知道基督教的話 基本上你也沒辦法研究 我的藝術教育是在美國受的 所以我會去上藝術史的課 Art History 那之前也會上點宗教的課 你才可以了解 我幫你解碼嘛 我沒有解碼你們看沒有嘛 我怎麼解碼 我要先跟你們講一部分 背景知識嘛 其中一個是基督教 在座知道什麼叫基督教請舉手 他都不知道嗎 不知道要怎麼拿去 不知道基督教要怎麼拿去 好 那我七分鐘跟你們解釋一下好不好 看完你們就懂了 我就幫你翻譯嘛 好不好 這是沒有錯 這是瑪莉亞 這是耶穌 基督教七分鐘 那七分鐘 那講完偉大的宗教很難講對不對 對 那我一定要有特別方法 叫做反面 反面解題嘛 我跟你講 基督教 不是勸人行善 嗯 你不覺得奇怪嗎 徐老師你說什麼 我以為所有宗教都勸人行善 我跟你講 偏偏不是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反而你要行善被禁天國 不可能 耶穌講明了嘛 你要行善禁天國 不要想 所以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基督教還不是什麼 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徐老師我看很多人授起 不是加入教會嗎 錯了 你授起加入教會 不保信你禁天國 不表示你真的得救 你不要弄錯了 好奇怪喔 還有第三個 基督教也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開玩笑 我都以為宗教都是勸人行善精神寄託 偏偏不是 基督教不是 他的主軸不在講精神寄託 他講出一個事件 歷史上發生的一個事實 好啦 那既然你說這個不是這個不是 那基督教是什麼 簡單一句話 叫人不會死啦 基督教叫救人不死 你會死嘛 叫你不會死嘛 就簡單吧 有簡單了解嗎 人會死 叫你不會死 下一步你就要問 人為什麼死 上帝創造人是要讓人死的喔 我跟你講你偏偏不是 那你就要問為什麼人會死 所以基督教你要了解 他既然讓你救你不死 那死是什麼 拜託耶 我看到基督教的墳場 我也參加過基督徒的這次禮拜 你說基督徒救人不死 你不是騙笑耶 緊簡單 我跟你講 你講什麼東西 先從definition 定義講起 什麼叫做死的定義 原文的意思叫separation 分開 分開啦 人細掉靈魂離開身體 是不是死掉 是不是 符合定義嘛 separation嘛 但是在基督教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定義 也叫死 叫靈裡的死 就是上帝跟人分開 那意思就是說 以前上帝跟人是可以講話 現在分開 分開也是死 意思是說 你即使身體活著 當你跟上帝關係分開的時候 你在靈裡的死 讓你救你不死 就是讓你的靈魂回到你的身體 你跟上帝關係恢復來往 這兩個問題都解決 叫做 救你不死 那我來講我身體火化燒掉了怎麼辦 這樣不辛苦 很簡單嘛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再做一個身體 你又回 靈魂再回來又好了 是不是 上帝創造人類啊 這有什麼困難 沒有困難啊 下一個問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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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什麼要死 人為什麼要死 沒有錯 我可以解決讓你不死 但是人為什麼要死 為什麼要死 人為什麼要死 上帝造人不是要讓人死 沒有困難 沒有人死 人一定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可以說 你剛才講說上帝 基督教講的上帝 不是我們東方的上帝 基督教講的是 我們 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所有人從那裡來 他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這種神 他的定義是這樣的 Omnibutant Omnissian 這樣的神 這種神很可怕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 他創造人類 你就要問說 他為什麼人要死 你創造人還要死 請簡單 有一件事情 這個神有一個特性 他有公義的本性 他也有聖結的本性 什麼叫聖結 就是對於罪 不對的事情 會分開 誤會跟骯髒不會在一起 所以當人犯罪的時候 他就跟你切開 當你跟神分開的時候 你就經歷死亡 就是separation 那些問題就是說 那什麼叫罪 對不對 什麼叫做罪 罪跟人類裡面的crime 犯罪是人對人犯罪 但是你講這個sin 原文叫sin sin sin是人對神犯罪 OK 越講越深 我要說一個簡單 射箭就是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犯罪 犯罪 就是射箭沒有射 射到那個盲罪 中心 差一點點都不可以 比如說 99.999% 沒有百分之百 就是犯罪 聖結上 對罪的定義很 很嚇人 你們聽看看 只要我小時候犯過一座罪 我就是犯過罪了 你別說 那過期的事情 現在不算了 沒有 就要犯過一次 這輩子就是犯過了 犯過就是有罪 有罪就要跟上帝分開 你就是要經歷死亡 很嚴重 還有 還有更嚴重在後面 犯罪的意思 如果你想說 犯罪就是做不對的事情 對不對 不對 犯罪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做不該做的事情 還有一個 該做的事情你不做也是犯罪 這就很嚇人 不該做你一做是犯罪 但是該做你不做也是犯罪 所以 這個還不是很嚴重 還有更嚴重 這耶穌講的不是我講的 你只要 恨人 心裡面恨人 你就是殺人 你看到婦女心裡動了一念 你就犯了奸淫 這個違心論 違心論就怕死人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逃得掉吧 是不是 照例的標準人在說出來 嚇死人 大家都該死 沒有錯 所有的人都死了 所有人都要經歷死亡 對不對 但是上帝你真的要照人次 要讓人死嗎 偏偏又不是 他又希望人活得 今天有個法官 發光 坐一家 台上 犯人抓來 這個人 這個 叫上萬強 偷麵包 四年徒刑 抓走 這個捷火搶劫 吸引 再到 第三個上來 誒 判不下去 為什麼 上來犯人是他 他們兒子 發光的兒子 哇 他怎麼辦 他可以不要判 不可以嘛 你不判你就不公益 你這個法官就不公益 對不對 公益的意思就是 該怎麼判就是怎麼判 沒有在那裡的親情 對不對 可是 他真的判就不敢 因為他愛他嘛 這是他孩子嘛 所以呢 怎麼樣 該判也不是 不該判也就是卡在中間 他叫做 德林嘛 英文叫做 兩男之間無法取捨 最後怎麼辦 找一個人代替嘛 對吧 有人做寶嘛 但是做寶可不可以犯人之間互相做寶 大家全部跑出來 不可以嘛 你都犯罪 那要做什麼寶 做寶要沒有罪的人進去裡面 才可以做寶對不對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犯罪 誰可以有資格 沒有資格嘛 只有誰 最後法官自己下來 法官才沒有罪啊 法官自己下去嘛 所以耶穌道成肉真來到世界上 就是上帝以人的樣式來到世界上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啊 替他受死啊 所以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死的 但是死了就是死了就算了 所以基督教就再見了 重要還要復活 基督教的重點在復活 復活證明什麼 他是神 他不是人 所以基督教的重點不是聖誕節 你不要搞錯 基督教的重點是在復活節 復活節 耶穌如果沒有復活 基督教根本就是假啦 騙人的 你知道齁 我怎麼講這些 我也不牧師 我也不是傳教士 我只是告訴你要解碼器 來這樣才看得懂這個東西 現在耶穌 上帝 道成肉身 成為耶穌 怎麼會死啊 現在知道了吧對不對 可是瑪莉亞不知道 耶穌三天之後會復活耶 瑪莉亞是他媽媽耶 瑪莉亞在懷孕 在這裡 就是處女懷孕生耶穌的時候 為什麼要處女懷孕 就是他沒有人的罪性在他身上 不是因為人的慾望產生的孩子 DNA裡面不是這樣子的 這講的太清楚了 耶穌在肉身上他是他媽媽 小孩子死了一定傷心對不對 可是瑪莉亞的傷心 是遠超過媽媽的死的兒子 那種傷心 為什麼 他的神怎麼會死在他手上 他過去信仰的那麼 那麼一大塊信仰 會崩潰在崩潰在他面前喔 我傷心耶 傷背神都會死 照理說是神不會死啊 怎麼會現在躺在這邊呢 因為三天之後耶穌會復活 瑪莉亞不知道啊 現在是三天之間嘛 他卡在中間 所以他這時候壓力很大耶 不光是西京啊 還包括他整個 猶太人民族的宗教 會所謂的彌賽亞這件事情 會在這崩潰 所以他這時候 他的表情就對了對不對 你在那邊大哭就散敗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 米開朗基羅做這個雕塑品 厲不厲害 很深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你講那麼大 對基督教的歷史 講到要這麼大到這裡耶 你才有辦法去欣賞這個藝術作品耶 從現在開始 你們已經很厲害了耶 你比大部分的藝術史學家還厲害 你會怎麼分析怎麼欣賞一個藝術作品 你才知道這個藝術品的力道嘛 你才會尊稱做藝術大師嘛 他選的故事選到這個高潮的點 在人類的宗教在那邊掙扎 把他最適當的表情表現出來 厲害啊 你必須要說他真的是大師 對不對 拍拍手 替他拍拍手 不是我 三天之後他復活 耶穌顯在門徒裡面 突然間耶穌跑出來了 其他人怎麼樣 嚇他跳 門徒說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鬼不吃東西 餅拿給我吃酒給我喝 對不對 就拿過來耶穌就把他吃了餅也喝了 可是其中有一個人叫做Dowtin Thomas 這個人非常的多疑 他後來歷史上叫做多疑的多瑪 多疑到什麼程度 說你在那裡我在這裡 我又不去摸到 沒準時 搞不好你變魔術的啦 幻覺啦 幻術啦 耶穌說來來來給你摸 所以他就走過去真的去挖這個傷口 為什麼 因為以前定時日駕的刑法 要確定這個人有死嗎 要插一下穿 插到這裡 老什麼出來 我跟你講真的死人 死掉的時候你的血 那血小板跟主制衣會分家 你學醫學就知道了 你如果流鮮血表示這個還沒有死到頭 沒有死到頭裡放下去 沒有死到頭裡放下去 所以你要確定他死光 真的死掉 血小板跟主制衣會分開 那這種人都拿下來 那時候確定耶穌死後 後來他又復活啦 復活證明他是神 他不是人嘛 你知道嗎 所以這叫做基督教的核心嘛 那下一個 但是在那里亞洲人那麼多 我們大部分台灣人不知道基督教 全世界佔有這麼多 22億31.5%的人耶 我們不知道耶 我們關在台灣這個小地方 給你的教育裡面 完全沒有這個 所以我們搞不清楚外面的世界 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給你們補充啦 補充資料啦 過去台灣人都什麼 叫做功能神 Functional God 我們的神都是人做很好事 並做神嘛 對不對 變聖人 聖人變神嘛 對吧 人鬧他都善行一樣 這叫做功能神 人在中間製造不同的假神 來拜 為了解決自己 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大自然風浪 風雲太大了 我們就敗截行 當這個神失去功能 你把它丟掉 真正的神不會讓你這樣子 真正的神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耶 一個創造者 你是受到之物 憑什麼去決定他 他來決定你嘛 對不對 既神為中心人 這叫做啟示性的神 叫Revelation God 這叫做Functional那 功能性的神 再來 同樣跟他一樣 叫Bernini 他也做了這個雕塑 也很好看啊 我覺得他技術上 不會輸給美怡開朗基羅 可是他在議題的選擇上 輸給他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議題選什麼 他希臘神話有一個故事 一個男的追求一個女的 女神 到最後碰到他的時候 這女的一直跑 最後不小心碰到 碰到他的時候 那女的從手指頭 開始變成樹枝了 手機了 所以最後沒辦法Enjoy 請尊的巴鐵 沒辦法享受 等他追到他的時候 他就變樹枝了 就像這樣 你看 從手開始變樹枝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是希臘神話 但是他 同樣的技術 但是他選的議題 涵蓋的範疇不夠大 所以你在兩個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米開朗基羅就勝出了 Bernini就稍微遜了一點 這樣會看嗎 裡面以後都會當一瓶家 在羅馬的城市裡面 你逛來逛去 逛到一個水池 你逛到這個基地 你也沒看 你也看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來 這是什麼東西 直接跟你講 這叫帝國解馬 我現在講帝國解馬 這個水池上面放了四個省 四個省 什麼省 不同的河流 代表 過去 河流代表一個文化的發祥 文化 就是靠水源發展 什麼優法拉底河 底哥里斯河 文化發展 文化發展 所以 帝國 他就把 帝的四級的神 河神 抓到中間 放在外面 這表示什麼 我是帝國 我最大的 我只要主角把這些不同神抓過來 對不對 代表帝國 他代表什麼 尼羅河 非洲的尼羅河 歐洲的多瑙河 亞洲的恆河 南美洲的Rio Della Plata 這幾個河神抓來 放在我家 後院噴水 這是不是很囂張 但是它是帝國 他叫羅馬帝國 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是越南做這個 就是笑死人 你中國做這個也是笑死人 因為你沒有 真的統治到那麼大地方 你沒有資格做這個東西 新加坡做這個不是笑死人 對不對 還知道吧 這叫帝國 帝國就會做這種事情 我慢慢要跟你解馬帝國 後來法國這叫什麼 愛菲爾鐵塔在巴黎 愛菲爾 巴黎有其他鐵塔 但是這個是最有名 叫做愛菲爾鐵塔 Iver Tower 1889年去好 法國巴黎鐵塔有幾根腳 愛菲爾鐵塔有幾根腳 幾隻腳 沒有人知道 看到啊 又看到四隻腳 為什麼四隻腳 就連到剛剛那個嘛對不對 連到剛剛那個水池嘛對不對 第的四集嘛 他在某種程度上也宣誓他是帝國嘛 但是他宣告一個新的definition new definition of empire 新的帝國定義是什麼 往天空三度空間發展 從此以後能夠掌有自空權的 才叫做帝國 過去都是騎馬打仗的戰地嘛 那個時代過去了 從現在開始 能夠到天空去掌控天空 才叫帝國 新的帝國起來 重新定義帝國的定義 再來 60年以後 另外一個帝國又出來了 比他還大 天空算什麼 你要到太空才叫帝國啦 他叫美國 你要發射火箭要上太空 人要上太空 那才叫帝國 是不是 要不然你就天空算什麼 我老早就有這種技術 再來 再過幾十年 60年到60年 再不到60年 40年就已經到哪裡 這也是哪裡 火星啦 月球 月球那是六七十年 上個世紀的事情 現在到火星去 火星第一次拍到第一張照片 火星啦 火星啦 你們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上火星有什麼了不起 我跟你講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一千五百倍 你覺得飛到月球很遠對不對 飛到火星更遠 現在美國就準備要把人送去火星 這中間牽扯不是這麼簡單 送到哪裡喔 牽扯到人類技術 各方面的 火星上拍到照片 第一張就拍給你看啊 就給你看現場啊 現場啊 現場就是這樣啊 人類技術啊 現在黑球送去火星上面啊 火星就是掃把星 在那邊走那個 背在上面放著 降落啊 這最新的科技啊 你慢慢要適應這些事情喔 這哪裡啊 法國羅浮福宮 你們會會結嘛 羅浮福宮的什麼 entrance 入口處 誰都這樣啦 1989年的時候蓋好的啦 我請問你 法國羅浮福宮為什麼放這個東西 法國羅浮福宮為什麼放這個東西 採光 藝術 台灣人的答案讓我 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要講 事情絕對不是我們 傲人想那麼簡單 我要講 法國人自語他們是整個歐洲 他不是軍事方面的傳承喔 或者帝國 他認為他是文化上面的傳承者喔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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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文化 他們追他們文化最早追到哪裡 埃及嘛 他們說埃及是他們文化的祖先嘛 最後到希臘嘛 再到羅馬 再到法國 他以整個歐洲的文化傳承者自居嘛 所以再衝這個嘛 你知道嗎 是有道理的 他不是為了好看 不是為了採光 為什麼會講採光 因為你是製造業嘛 因為你是製造業思考嘛 你腦袋不會想到那個地方去 你對文化、藝術、歷史沒有概念嘛 所以藝術沒辦法給台灣人欣賞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台灣人的追蹤就是 我們看不到這個東西嘛 在你的語彙裡面沒有這一塊嘛 但是你要做民政委官員 就不可以這樣子啊 所以我才給你教育啊 台灣人沒有這一塊 你不知道怎麼欣賞藝術耶 看到 就算給你看到 也等於沒有看到耶 因為你不會解讀嘛 這樣告訴你 你知道嗎 這樣知道了齁 那又太遠了 亞特蘭蒂斯的東西 還沒有放在博物館裡面 現在整個文化能夠追蹤到 有紀錄的 可查的 追到這裡 那是到羅浮宮去看的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有人看過嗎 看過的我真的會嚇一跳 沒有人看過嘛對不對 因為它已經不存在了 來 這是水晶宮 英國在1851年的時候 起這關東西了 我看你們也是不會看 我絕對用製造業跟你講 我用製造業語言跟你講 這個是在1851年的時候 已經可以大片的玻璃輸出 這工業技術發展到一個地步 它可以蓋這種大片的 framing的建築物 表示它工業技術到一個地步 對不對 科技到一個地步 我告訴你 這裡面有 你們去過世貿展場有幾個 世貿有幾個展場 裡面攤位有多少 最多五百個有嗎 五百個有 五百個有 它這裡面有 一萬四千個攤位 一萬四千個 你五百個幾倍 一萬四千個攤位有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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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倍嘛 我問你 一個攤位幾個人都要夠 兩個人要不要 至少兩個人去夠 我會算最少 坐的三個四個 一個攤位兩個人 一萬四千個攤位幾個人夠 兩萬三萬人 三萬人只有 工作人員 只是工作人員 參觀人要怎麼加下去 OK 算他的三倍好不好 三萬人的三倍 九萬人加三萬人 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要進去 這個 你們不用放晒啊 不用上廁所啊 要不要 你們光來這邊 我們就要準備多少廁所了 準備多少飯給你們吃 這裡面要有空調 要有冷氣要有電梯 要有廁所 要有衛浴設備 要有洗手 裡面的攤位都要電燈 要不按天亮就不用看 要配電 基礎建設 你來了交通 這個城市要準備交通 英國就在那時候 展現他的國力 透過這種方式 給你看 我有在一條處理 幾十萬人 在同一個建築物裡面 進進出出 在1851年的時候做 這叫做帝國啦 帝國在展示他的國威嘛 你們其他落後國家做不到嘛 我做給你看嘛 而且玻璃大片輸出裡面高科技的嘛 這裡面有不少國家 從歐洲不同國家來到這個地方 做過火車 做過輪船 做過飛機來的耶 這都安排耶 都要幾間旅館你告訴我 十萬人要準備多少個旅館 那時候英國倫敦要有多少旅館 消化突然來的十幾萬人 不用講海關就不得了對不對 開到海關就要整個人的海關了 過期還不是現在電腦裝置耶 要回家了耶 整個人的回家了 他只要今天大家都想吃雞腿 你就準備多少隻雞腿了 你要殺多少隻雞 告訴我 他們要吃牛排嘛 你要拿幾隻牛 隨時準備好 都會冷凍箱嘛 你不能現場殺嘛 你的冷凍技術也要到位啊 消防社會要不要 最後要啊 後來這個水晶工燒掉了嘛 消防設施沒做好嘛 對啊 來 所以你講什麼叫帝國 我們每天都在吃飯睡覺 上班下班交稅嘛 帝國的人在做什麼 我跟他美國現在最強嘛 我想帝國人大部分時間是在玩啊 來 講一個 你們男生都有在看美式足球舉手 有沒有 沒有 都沒有看啊 美式運動只會看籃球 NBA 棒球 很好 這邊都包括在內 OK NFL NBA NHL 區棍球 MLB 對不對 NFL是美式足球嘛 這是Baseball 籃球 每年喔 光是他們去玩球類運動 產出的是42.6Billion 每年 42.6Billion Billion是10億美金 426美金 426億美金 426億美金 還是台幣 幾個條 台灣一年 在產出1.5兆到2兆 它光是剩完 就完過你台灣全部的一年的GDP 台灣頂多1.5兆嘛 它2兆嘛 最多最多到2兆嘛 1.8兆左右 它光是這幾個運動 相關的 我還沒有包括什麼 相關的轉播權 那些沒有加進去 只是收門票 賣這些 有的 那裡球員的服裝 他們每個人付的薪水 都在從這裡面來的 A reasonable estimate US sports market 會比440到470 billion yearly 然後台灣的GDP 是474 billion 2011年的預估值 這只是玩這幾場運動 我還沒有包括賽車 玩飛機 還有各種不同的娛樂 我都沒有加進來 Entertainment 娛樂事業 光是電影展現 每年就180個Billions 10億 就是1800億美金 180個Billions 2009年 2013年是這個 娛樂事業 迪士尼 好萊塢 光是賣這個就不得了 今天是人 再來 再說 夢想 NASA每年花了187億美金 一直在增加 發展海底 地底 南極 軍事開發 美國夢 American dream 再不講這個 我們講的美國的教育 像美國 美國 美國 這是加州而已的大學 有這麼多間 加州 加州 一州裡面有這麼多大學 整個美國有4500所大學 每一所大學都不小 隨便來這裡 公家 都開皮膚 UCLA Berkeley Stanford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加州理工學 各種學校都在這裡面 加州一州 每年捐給 他們去大學是靠捐款 每年捐給長春騰 這八所學校 長春騰是什麼 Bron Columbia Cornell Tourmouth Harvard Princeton Penn Yale 這幾所 每年捐款就超過13兆台幣 13兆台幣 捐給學校 所以你們念書 是不是要去美國念 當然 投資報酬率最高 人家花那麼多錢在大學裡面 你交那個學費算什麼 是不是 你是不是已經享受到這麼好的資源 我們只是講說投資報酬率 一樣要去投大學 當然去念美國大學 因為他紮在大學裡面的錢很多 你的導演雖然學費很便宜 但是那個價值不到 你知道嗎 光做投資報酬率 要去投美國的學校 這樣才賺回來 相較於你副作學費 不算什麼 以他投資的那個量 13兆 給前20名的學校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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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教育講完了以後 講什麼 戰爭武器 我剛才講完了 來 沒看過 美式足球 為什麼要上這個課 就是讓你們開開眼界 有人看這個嗎 美式足球有人在看嗎 沒有 有很好 這是 就是 前一陣子我們 同性裡面有兩顆 差不多接近兩百公分 我就要看這張照片 我們現在兩百公分 可是沒有人家這種尺寸 他也一樣兩百多公分 可是他是這種身材的兩百多公分 所以他裡面的Line Man 就是在前面跟人家打的 這幾個全部是這個尺寸 那人撞起來 跟那一台機車撞到 比那一台機車有可能 小花仔 所以他們都要戴什麼 安全帽 因為這種運動起來會 斬腳斬手 命不去都有可能 你看 這他們高中球隊 就這關漢草 你看 高中隊 這大學隊 這職業隊 每年有幾十萬人 我們那個球長算什麼 他們這個是幾十萬人 去看一場球賽 你看 他那種打法整個不要命了 所以打這個球賽到最後一定會上單架 斷手斷腳 你看 馬上送出去 這有幹嘛咻笑 打這個球賽 他們那個 一隊裡面幾百個人 他分為幾隊 Offense Defense 攻擊的防守 還有Second Team OK 然後他前面有quarterback 這邊 負責配球 他的Frontman Lineman 他有Receiver 和Running Back 有不同的位置 那他們的打法怎麼樣 一開始打的時候 教練在旁邊會叫戰術 他們之前就講好戰術 每個人 一叫那個戰術的名字 每個人都跑到固定的位置 那怎麼叫戰術 其實教練在 這個球場的最上面 還有人從上面往下看 他叫Strategy 策略 專門解讀對方的戰術 然後馬上把最好的戰術 傳給教練 教練下打命令 下判斷 很複雜喔 用無線電通話 從上面往下看 解讀對方的戰術 來決定自己這方面怎麼打 一旦開始打 就按照這個戰術 每個人都在不同的位置 找到定位 攻擊 聽起來 這很高科技 所以這個遊戲 不是世界其他國家的人 可以玩的 只有美國這種大國 歐洲少數幾個國家 日本要跟人家學也不行 為什麼 沒有這種人種 沒有這種大到這種大的人種 這像不像什麼 像在軍隊打仗 對不對 就是軍隊打仗 美國的遊戲 就在訓練人可以出去打仗 你在每一個位置 所以NFA的球員出來 或者教練人 馬上到公司行號裡面 絕對是領導統一一流的 因為他會按照每一個人的位置 忠心的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不會亂出來 為什麼不怕我們有規矩的 照規矩 他平常沒有這種規矩的訓練 到時候掌上一定輸的 他們到最後決勝負 就要決定你這個 這個整個team teamwork 你這個球隊的訓練 從暑假開始練練到 4 開始打 球技 從前一年就開始從 從開始選人開始 從高中就開始選人 高中之前就做小的小學隊 就開始這樣一直打下來 因為這是主持人 背後比較大 這是全民的運動 全民運動會接到 國防運動 全部接起來 所以最後才有這種 美國的各種軍種跑出來 對不對 United States Army Marine Corps Navy Air Force Coast Guard 這是美國的主要 每年的預算是什麼 22條台幣 22兆台幣 22兆台幣 這是 這是微孤 這已經過去 現在已經遠超過這個 你看 它的Marine的配備 你現在最多有看到 現在美國已經不再用人去打仗了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無人 用遙控的 打也用雷射 中國不爽就講 雷射 雲比較大就不能雷射 除了雷射武器 還有其他武器 還有叫做 質量炮 能量炮 它用Mass乘上速度 就產生動能 一打 全部就炸掉 它那個跟有沒有雲沒有關的 真正戰爭開始的時候 先跟你講 你最近Google一下就好了 自己 來民政府的每個人都要會Google 自己會上網會Line 你一打算IS的戰爭怎麼打 你就會嚇到 過期那些人是沒有選擇性的殺傷武器 對不對 每次殺人都殺一堆 老弱婦孺都照殺對不對 不人道嘛 現在先進武器不是這樣子 你看這次怎麼打回教組織 因為無人飛機飛過來的時候 在人還沒有發覺的時候 那子彈就打過來 而且 這個人穿長袍 穿倉的裡面 旁邊放小朋友 太太 放一堆 像打的一樣 蹦一下打到 他只是選擇性打那個 動物啊羊都不會打 他只殺那個他要殺的人 你知道身上 而且你把槍藏在袍子裡面 他也看得到啊 蹦 如果打人沒有死在那邊裝死 他也看得到你心臟在跳 再補一槍啊 真的啊 現在戰爭就是這樣 叫做斬首啊 最省力的方式來從事戰爭 把這戰爭消滅掉啊 現在就別的 真正問題是產生在後面 他到底決不決定 打勝這場戰爭才是關鍵點 美國到底要不要真的 seriously去打這場戰爭 有一句話大家去學就忘聽了 當敵人犯錯的時候 不要阻止他 有沒有聽過 我跟你講喔 回教組織IS 如果沒有讓他這樣斬首 在電視媒體殺那麼多人 大家都很生氣的情況之下 美國讓他還沒起來 就把他滅掉的話 你覺得美國會受到支持嗎 不會嘛對不對 大家又說喔 美國你不人道耶 這人家國家的事情 你關那麼多要做什麼 所以美國就等啊 等到你真正的事情大條 大家撞不住 美國你總該出來了吧 好啦我現在出來了 是不是很賤 你們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嗎 如果人家講複雜 不是在這堂課講 私底下我們可以在外面討論 但是我現在在上課 上課的話就是簡單明瞭惡藥 偶爾要討論的話我變科技人 台灣人還有一個問題喔 我上課的時候很多數字會錯 居老師你說這個數字不對 不好意思請了重點 我的重點不再講這個 我的重點是解碼 讓台灣人過期那種程度裡面挑出來 這是我 我不是科技人 我不是跟你講究數字的人 但是我們概念要有 因為我們這裡面教育水準 每個人都有對不對 生命朗農 同手都要能夠接受的東西 那這只是剛剛你們知道說 現在戰爭以後戰爭 真正開始打的時候 也不是這樣打的 也不是這樣打的 因為真的開始飛彈打來打去 一開始首先在外天空就打完了 怎麼打完 因為現在所有東西都要guidance 都要GPS去定位 你沒有定位你的飛彈打哪裡 你都不曉得打出去打到哪裡 對不對 所以戰爭一開始什麼 所有的衛星 定位的衛星全部被打掉 我管你科技在講 我定位衛星全部被消滅掉 你打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厲害得到 所以現在為什麼定位會跑那麼遠 跑到火星上去定位 你不知道要打到那去了 有沒有 厲害了吧 我在月球上定位 都有可能被打掉 我定位到火星 我看你什麼時候來定 對不對 現在從火星上可以定位到地球 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所以以後戰爭是在外太空打完 然後地面就不 所以日本智慧隊才講話那麼囂張 以後中國敢打台灣 48小時之內 你把你所有海上的軍艦全部滅掉 這就是科技上勝出 以前伊拉克打仗也是 伊拉克那時候號稱全世界第四大的軍力 坦克車不知道多少 美國從遙遠地方跑到伊拉克去打那個仗 你知道到過 我那時候那一年在美國 我在美國十幾年 那時候看到影片我嚇一跳 那些人根本還在維持那個姿勢的時候 就被打掉了 表示說他還沒有發現敵人的時候 敵人已經把他打了 變成焦絲 痾 整條 還在抓槍 還在看遠方 以為敵人快要到了 他已經被殺死了 那就是武器的自勝關鍵 所以他高你一個仇 就整個把你滅掉 沒有 Not even a chance 一點機會都沒有 就是高科技 基本的高科技就是這樣 當我高科技勝過年的時候 你用傳統武器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最後的問題 反而是在後面的問題 中國真的要把他打滅掉嗎 不要啊 你要維持它是有個市場在 對不對 希望大家都和樂融融 大家一起做生意探集 大家都好事 對不對 我們只是防止這些很ridiculous 很不正常不理性的行為 把它制止出 比如說佔一個島礁 就要成立說 以後南海都是我的 對不對 不講法理 只講過去歷史 你以為要說歷史 全世界人都有歷史 對不對 過去中國是蒙古的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要還給蒙古呢 講不完嘛 所以最後是什麼 是以國際上的條約 來決定 以後的 事實上各國之間的規範 這不是我今天要講 你們要聽我的歌 到那邊去聽 我們有專訓 會講更細 今天只是要講一些基本 好 藝術紙節嘛 講一個很簡單的 這些圖有什麼共通點 你們可以找出來 這幾張圖有沒有共通點 你們找不出來的 我相信你們找到 你聽我再慢慢往前講 來這個呢 這叫印象派 這是印象派的話 這個畫看得懂嗎 這個畫 這個畫 原始 你站到一點邊 蠻有意思的 皮卡索從非洲的人去找 可是他不原始 皮卡索是很有受到教育的 從小就畫 那怎麼會去畫原始人的話 沒有啦 我目的不是 看不懂這幅畫請舉手 這樣說得簡單 看不懂這幅畫請舉手 放下來 看得懂請舉手 看得懂 看得懂 他比較誠實耶 你們都講錯了耶 我請問你們各位 這裡面是畫飛機大砲嗎 是不是 這個畫的是不是飛機大砲 不是 你們看得懂 這裡面畫男生還畫女生 女生你們也看得懂 你們畫幾個人 五個人你也看得懂 你們看得懂 怎麼說看不懂 只是跟你過去認知的那個人 長得不太像 你以為人要長那個樣子 那這是怎麼看 這叫立體畫派 很簡單 我講了你們很簡單 就到解碼器 你要解這個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是上個世紀 18多少年 1901年的時候 皮卡索畫的 皮卡索這個人 只有這個人 這叫皮卡索 皮卡索是你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畫 那時候的人畫 你到現在還看不懂 你是不是你的藝術欣賞 水準停留到上個世紀 上上世紀 是啊 你沒有跨那一關 我一講你就跨關了 來 這是麥克風 這也是麥克風對不對 這樣也是麥克風對不對 你一定會這樣看 沒有 你看我是不是這樣看也可以 這樣看也可以 這樣看也可以 是不是 沒有錯吧 不一定要這樣 所以當你時間固定 你的觀察點改變的時候 就產生不同的觀點 perspective 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那你頭上看一個女生 你一定要一個角度看 你從不同角度看 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這叫立體畫派 Cubism 這樣給我看看 這樣會 簡單 講起來好簡單 比卡手說 他偷這個想法 跟一個人偷 叫賽上 這個叫賽上 賽上畫 他畫什麼 他怎麼偷 我們來解碼一下 這個畫你們會看 這簡單 握一個山 一球 這很簡單 對吧 他這個畫家 削這顆山 削到背後 躲在一起 他就乾脆蓋一個房子在前面 每天畫這個山 畫到最後 畫成這個樣子 起笑 你們在那裡覺得起笑 對吧 那我 來 我幫你們解碼一下 比卡手說 偷他的 我先講前面的 這顆山 會變成這樣 你們在座 各位有沒有寫生 有寫生過 請舉手 好請看 寫生時間通常多久 半天 早上去 中途吃個便當回來 那時候寫生很高興 都可以帶吃的 對不對 大家都很喜歡 有沒有寫生十分鐘的 有沒有 有沒有寫生十分鐘 沒有太短對不對 我們辦上那個壞寫生 都寫生十分鐘 老師來點個名 就跑掉了 下課之前在五分鐘 跑來畫一畫 就交出去 寫生十分鐘 這還不夠離譜 有沒有寫生一秒鐘的 那怎麼畫啊 老師 你不要開玩笑 來 回到剛剛那幅畫 這就是寫生一秒鐘 給我看 所有東西都定格 鞦韆當到一半停住 不動 這不是寫生一秒鐘 是不是寫生一秒鐘 寫生的意思都會 微 像照相機一樣 一秒鐘 是不是都定住不動 給你畫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以前 我帶學生出去外面寫生的時候 他就開始畫 畫到差不多十一點 十一點多的時候 在下課 我就有一個同學人 說 欸 同學啊 你在畫什麼 現在都要中島了 你現在還畫 早上八點的公園 太陽到這邊 那個影子都不見了 你還有影子 你在畫什麼 重畫 老師你在說什麼 重畫 你不要開玩笑了 你真的啊 你搞騙啊 這是早上八點的影子 你現在畫中午 重畫重畫 這意思是什麼 我就在說這個 賽上就是一個很誠實的 寫生的好學生 當他畫畫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顏色 橘色 他就調 調完以後就畫上去 欸 雲 一朵雲來了 顏色改變了 錯了 再畫 再調一個顏色 再換 欸 太陽又出來了 再畫一個顏色 又變了啦 你知道嗎 當你觀察東西不變 時間在改變的時候 他如果這幅畫 畫了三個月或半年 就是半年以來 對這座山的紀錄 對不對 現在聽得懂嗎 當你的 這個是 觀察的東西不變的時候 時間在改變的時候 你就 你在每一座紀錄的時候 就紀錄像變這樣子 那皮卡索把他顛倒過來 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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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皮卡索什麼 時間不動嘛 觀點改變嘛 就這樣嘛 就產生他的立體畫派嘛 你知道嗎 一個是觀察點不變 時間改變嘛 你知道嗎 就這樣偷過來 所以呢 從此以後 皮卡索就開啟了一扇門 這面門 過去 在美國的時候 在2000年的時候 他們採訪了 差不多一百個 業界裡面最頂尖的人物 給他掙問說 你認為 我們現在2000年喔 上一個世紀 這個世紀 影響力最大的人是誰 這裡面有物理學家 還有文學家 那你猜他們會選誰 他們那時候 你一定會選什麼 愛因斯坦啊 對不對 什麼相對論啊 什麼馬克思啊 共產主義對不對 結果不是 所有人 絕大多數 百分之八十選皮卡索 為什麼 你們一定不知道為什麼啦 你們也不會去選皮卡索啦 你們看不懂皮卡索的話 怎麼會選他 可是這些西方人是知道喔 為什麼 他開啟一扇門 從不同角度觀點 看同一件事情 所以以前的歷史 都是寫哪個國王 打敗哪個王 建立什麼王朝 貴旗的歷史都這樣寫 從皮卡索說 怎麼這樣 同樣這段時間裡面 有好多事情發生耶 我可以寫化學就變化學史 我寫女性觀點史 我可以寫哪個部落的部落 看這個世界 同樣那個時間 世界上有不同的人活著嘛 不同人用他的觀點 從他的產業裡面去看這個 醫學史啦 對不對 教育史啦 哲學史啦 哲學史啦 文學史啦 藝術史 都可以寫啊 所以就變成多采多姿了 同樣段時間裡面 有這麼多事情在發生 同樣的 畫畫是不是一定要在畫布上面畫畫 就不一定了嘛 所以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壁雷針雷打下來 這樣不行 可以啊 這就是藝術啊 他就大地上面插壁雷針啊 雷打下來啊 上帝幫我做畫啊 那不行 再來 有的人就說 我從山上推一個推土機 把土 運到海裡面繞一個圓圈 就變這個 真的有人這樣做耶 笑到這樣耶 再來呢 他說畫 畫是什麼 就是概念 加上實體 加上畫的東西 他就把它拆開來啊 這字典上對椅子的定義 這椅子真正的椅子 這是畫出來的椅子 把它拆開來放 這是什麼 你們沒看過齁 這幾個島啊 這個是船啊 這幾個比較是船啊 很小對不對 這粉紅色的布啊 美國有一個藝術家 叫做Sean Cloud 他就喜歡把什麼東西都包起來 他就用粉紅色布把這個島包起來 哦 有厲害嗎 來 包一個島還不夠 包兩個 包三個 我跟你講他包了二十個島 欸 這個布不大不小耶 一個島把它包起來準這麼小耶 你們是製造業啊 製造業齁 製造業齁 來 粉紅色布 應該那麼多 要用不少布對不對 用完以後怎麼辦 你們坐著衣服穿嘛 沒有人要穿嘛 對不對 布鋪在這盒裡 會流動嘛 對不對 你要給它定位嘛 它不能隨著飄走嘛 那你拍這張照片 是不是要騎到上面去拍這個照片 我跟你講 在台北市 你租一個直升飛機 兩個crewman 然後陪你上去拍攝 還有一個駕駛 然後一天上去下來 包括後製前製 一百萬 走不去 你在拍這張的時候 這邊所有的島都要準備好耶 所以它這邊有很多的船來來回回 就是隨時在維護它的這個完整度耶 你看 到後來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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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這樣 整條 一直出到海裡面的島全部被包好 這裡面有牽扯到多少人力物力 你剛剛講那個布 那不得了對不對 人力 你要幾個人次 有幾條船 你看這邊沿著白色都是船耶 這都純耶 超過百 百艘以上的船 隨時在做這個事情 你有覺得這頂人去笑嗎 這叫做帝國的藝術家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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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是製造業起家的人就會覺得這無聊 因為他不曉得東西 我跟妳一樣 我們是站在同一個位置 我沒有要羞辱你 對 這叫做Promaticalism 但是Promaticalism 看不到的事情很多 事實上沒有那麼無聊的事情 就好像 你說一幅畫賣到55億台幣 不好意思 人家就是比你有錢 他才會花那個錢去買那個東西 有那麼多錢的人 絕對不是傻人 你記得一件事情 會花這麼多錢的人 絕對不是傻瓜 也沒有人這麼無聊 你相信我 他絕對是CEO Top CEO 只是人家的展出 遠高過台灣人這種展出 我們台灣人看不到 所以人家幾句話 把台灣人賣掉 六十幾年替他做奴隸 你台灣人看不到 人家跟你玩 不是你去玩人 你都在人家遊戲規則裡面長大 所以你看不懂 這世界也是你看不見的世界 美國沒那麼多 他不是只做一個案 他從60年代 他就包山包海了 他把整個海岸線用布料 我跟你講 一個藝術家哪裡來這麼多錢 他是不是要尋求贊助 企業家又願意贊助布料 他還要找這麼多人幫他執行 他還要做計畫 他要說服這些企業家來認同他的案子 才會幫他執行出來 對不對 這裡面他還包括德國的國會大廈 他全世界做的案子不是這個 他還把這個 St.Louis的這個Arch把它包起來 那個阿K 我好像還有這個還有其他的版本 我更多圖片的 你幫我找一個更多的 講到抽象藝術 這個還不算抽象藝術 阿K你先幫我找一個 有那個剛才那個其他的先進版 你找那個 幫我找一下 然後這個 這才叫抽象藝術 什麼叫抽象藝術 之前你看的都叫立體畫拍 還是屬於寫實範疇 真正的抽象藝術 by definition 就是 have no reference to anything in the real world out there 就是他所畫的內容 跟外界所講的真實世界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叫抽象藝術 Chan Lee Zeto 這叫Site Tom Lee畫的 這叫Richard Dippincorn 這叫Jackson Pollack 這些畫你們看不懂 可是任何一幅畫超過幾十億美金 超過幾十億美金 任何一幅畫 我現在講的都是Top的Artist OK 我這個沒辦法按 那沒關係 Jason Pollack是在1940幾年到50年代 一個藝術家 他畫的 OK 我可以按嗎 還是 可以喔 來 那個Jason Pollack的下一幅 你已經找到那個圖了嗎 沒有 你是我的前後的那個PowerPoint找找看 William De Kooning 這叫做Expressionist Action 這叫抽象表現主義者 抽象表現主義畫 到了幾年代以後 所有的美術館裡面都放他們的畫 因為它這叫So-called High Art High Art就是一般人沒辦法了解的藝術 可是每一幅畫都畫到幾百萬美金 所以一般人動不掉 所以有一次反動組織就出來 反動組織的藝術家說 你看這個我都看不見 於是他們就開始畫一些大家看得懂的東西 他叫做 欸 我可以往下按嗎 OK OK 叫做普普藝術 普普藝術就出來 普普藝術是針對之前所謂的High Art 產生的Law Art 普普藝術 他就說 不然這樣好 我畫罐頭給你看 不要小看這個 現在這一幅畫也是好幾百萬美金 當初他們是反動組織 因為美術館都被他們霸佔了 所以有一群藝術家說 我就是畫那個很簡單 像瑪麗蓮文錄的圖片 他就畫這個 來 看這個有沒有 好看嗎 至少比黃色小鴨還好看 有水準嘛 對不對 顏色上面各方面都比較好 他說Jeff Coon 好不好看 很可愛 女性同性比較有反應 對顏色 對質感 跟他搭配後面的東西 是不是更好看 這是Jeff Coon 阿Key有沒有找到 沒有啊 好可惜 那女人這一班就錯過這個東西 我裡面有很多很好的照片 我現在沒找到那個檔案 我現在講高級班的時候 我先暫停在這個地方 我們短時間裡面 要把一群台灣人 帶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們很多東西要增加 其實你們換位置一定要換腦袋 你沒有換腦袋的話 沒辦法做統治者 我剛才講過 你是必須有頭的人 我們法理知道之後 可是你也受限於你的capacity 你的 就像我剛才講 國小老師的能耐 限制了小孩子的發展 同樣的 民政府的同心 大家的能耐 也會限制台灣人未來的發展 如果我們能耐不夠的話 我們等於是 以後台灣人發展的阻礙 攔阻跟barrier 美國有幸有那些先賢先盛 在那邊定一個很好的制度 讓他們發展出來 我可不可以跟他們講一下 那個經濟解碼那一塊 倒三角形 我找不到那張圖 要不然你就幫我開前面的檔案 從別的地方找藝術解碼 因為我這邊再按下去 就沒有圖案了 我要講藝術解碼 講那個經濟解碼 沒辦法講 在這之前 我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二次職業大戰的時候 你知道有那個 在德國有什麼 有什麼營 集中營是給猶太人的 戰俘營 就是美軍 就是那些盟軍打敗的被抓到裡面 那他們有接受特殊待遇 因為德國人想符合日內瓦公約 對戰俘的條件 所以每天至少給他們吃三餐 除了三餐以外還有點心 戰俘營 你知道戰俘營外面都會射衛燒對不對 射衛燒的目的是什麼 怕他跑出來 在德國例外 他是怕德國人跑去裡面拿東西出來 因為戰爭到後來的時候 德國物資很缺乏 大家一天搞不好都勉強只有一個人吃 結果德國人知道 因為戰俘營裡面一定保證有三餐可以吃 他為了要做樣板給外面的人看 人家聯合過來調查的時候 結果很多德國人就在裡面工作 在裡面工作德國人就有機會 撒幾個東西罐頭 就跑出去 就給他們家人吃 所以德國人就射很多衛燒在旁邊 怕的是什麼 德國人拿東西出來 所以每個人說 袋子打開衛燒 下一個 袋子打開 下一個 唉唷 這麼好看的照片 你有沒有找到 你好厲害 謝謝你 謝謝阿K 謝謝 可是只有這一張 只多了這一張 喔喔喔喔 對對有 有這個倒三小琴 先看一下剛剛這張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沒有反應的人我就歡樂 這叫Cherelism 超現實主義 他給你的感覺很重要 他這個很有名的藝術家 叫Sandy Scoggan 那戰斧營 我剛才講回那個 他檢查衛燒 結果 有一個在外面的德軍 跟裡面在工作的德國人 從小一起長大 那個德國人就 跟他好朋友嘛 他就跟那個工作人員說 我跟你一起長大 我知道你無所不偷 為什麼每次你經過我這個關卡 我檢查你的袋子裡面 都是空的 你到底偷什麼東西 我不相信你不偷東西啊 你知道裡面的那個工作人 從小長大 你不要跟人家說 我剛才不要跟人家說 我說好我不講 你告訴我 我偷的就是袋子啊 他知道嗎 不是現在的手腳路 以前帆布袋一家 現在賣多少錢 三千塊對不對 兩千 登山帆布袋 軍用帆布袋 兩千三千嘛 你每天偷一個 一個月下來三十個 乘以兩千三千 六萬塊錢 不好用嗎 你再去買食物不會嗎 是不是 但是 衛燒每天檢查 就是袋子打開 他就空的啊 他就走啊 他沒有射進 也沒有 只有射出沒有射進嘛 我不叫你帶什麼東西進來 但是我一定不准你帶東西出去嘛 他每次都給他檢查空袋子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議題被設定好 他設定就是檢查到 他把袋子裡頭 那是長官指示嘛 台灣人的議題就被設定嘛 現在知道嗎 台灣人的議題被設定嗎 每天叫你去投票啊 選去啊 要搞啊 去啊 你的議題被人家設定了 整個人叫賣掉還不知道 這就是我講這個故事的目的啦 議題被設定了 我們的issue 我們所思考的東西 是被你從小到大的教育設定 這個設定不會危害到他的政權 那就好了 你會考慮的事情都是從小到大 你會思考的東西啦 不會超過那個範疇啦 那再講另外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 你們當民政務官員 我做一個很簡單的 有一個議案來了 你當議員 然後通過一個法案說 我們現在節能減碳 所以我們打算從下個月開始 所有的賣場 溫度上升2度好不好 節能減碳 講好啊 感到好 好不好 好個 不可以啦 我跟你講 你現在21度23度 節能量變25度 誰要去啊 你賣場的溫度都比我家還熱 我去那裡去流汗 不要 我就留在家裡 你到家裡的時候 賣場的東西要賣給誰 對啊 你生產動作 大家不想消費的時候 你賣場的東西賣給誰 賣給誰之後 這些人就沒有投入了 你製造生產 沒有銷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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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濟就起不來啊 起不來 經濟的東西 不是說你發騎會騎 發路就路 所以你做一個決策 牽一髮動全身 不是你經濟一般人可以做決策 說我要讓溫度上升 一方面利益良善 一般人毀掉一大堆產業 你敢想會搞 你考慮什麼 你判斷的標準在哪裡 大家發好 大家好好好 節能減碳 所以你們對經濟如果沒有概念 什麼叫做economics的model 美國跟我們說 台灣民政委要接政權 兩件事情絕對不准你做 哪兩件事 第一個 什麼 什麼 人都不知道 不可以台獨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台獨 你是我贊娘的 你獨立什麼 你會引起戰爭啊 台獨代表戰爭是誰要打 美國要打 不是阿強要打 美國要打 美國要打 我還以後要對天王負責 你獨立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 不准怎麼樣 不可以走共產主義 你什麼叫共產主義 你都不曉得什麼叫共產主義 你怎麼知道你走上去了 不是那麼簡單嘛 對不對 那先有 不是啦 現在的共產主義 已經不是你講的共產主義 老早就修正了 不能親共 以後我們還要做生意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實在 連台灣人都弄錯了 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敵人是誰 流亡在台灣的這點 兩個人在跟我們抬 現在的中國人 不能抬起我們 是現在台灣的執政的這些人 台灣人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那是我們的外國人 那是我們的外國人 至於這個就是我們的傻兵 較敗的傻兵就有了 但是我們以後還是要跟他做生意 我們跟他結什麼彎 過期把我們抬 說他是我們的敵人 是中華民國都給你抬 他叫你仇匪 恨匪 現在我跟他變好生 是他們 欸 他們以前是敵人 怎麼現在變成我是他的敵人 你不是台灣人這樣算去 你討厭中華人幹什麼 你只是瞧不起他 你不需要跟他生氣 你不需要跟他翻臉 幹嘛 你要翻臉 是現在在流亡政府 這個幫你通敵這點人 他幫你騙啊 幫你怪啊 你不要弄錯台灣人 別說到現在 被他們說你是敵人 這點人是不是 純粹在玩台灣人 是啊 你真正相信 可以繼續跟你教一堂 現在平白無故 你還要變成中國 所以台灣人經常算去就是這樣 好啦 先講一個基本的概念 我還有一點點時間 倒三角形 我不是真的要跟你們講經濟 我如果是跟完全講經濟 大家分頭轉向 一些簡單的概念就好了 十六十七世界的時候有啟蒙時期 之前黑暗時期 從這時候開始 人類開始有研究方法分析 迪卡爾啊 研究方法論啊 就是開始人類去探索大自然 有一些方法 這叫R&D 比如說啦 我講一個簡單 大家聽得下去 你們家有煙水嗎 有啊 煙水有清煙嗎 有啊 清煙這件事已經幾千年 對不對 可是偏偏只有這時候 牛頓兄弟才發現說 蒸氣可以推動機器 可以做combustion 內燃機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之前沒有嘛 對不對 從他開始 開始有這些東西嘛 推動嘛 本來做一雙鞋子 一個人一天 做一雙兩雙頂多嘛 可是有機器以後 大量工廠製造 一天幾千雙出來 對不對 有technology嘛 科技產生了嘛 從大自然的奧秘裡面 研究出一些東西 變成科技 科技產生 很多的product 產品 拿到市場上去賣 再製造一個貨幣系統 再把這些reward 獎賞拿回來 繼續做你的R&D 對不對 哪一部分 比如說先進的科技 都要2% 5% 不等 來做基礎研究嘛 對不對 過去台灣只做這個嘛 你的遊戲規則人家定的嘛 市場也不是你能掌控嘛 研發也不在你這邊嘛 台灣人只是人家叫你做什麼 就做什麼 這個過去台灣的製造業嘛 那之後慢慢有些人想往上走 我的人往下走嘛 對不對 就是過去台灣的歷史 走到今天為止就這樣 好啦 講到這邊 一開始 insight insight to the nature 對大自然有了洞見 看到之後產生power technology給你power power以後 有reward 賣到市場 有一個市場的極致 資本主義在運作 人類的歷史就這樣轉動了 因為有資本主義 所以怎麼樣 ignorance will overcome 開始現在 無知的人越來越少了 不然時間越來越久嘛 因為資本主義的運作 他們來西方國家來就是 給你醫院跟什麼 教育嘛 更多人懂得教育之後 就可以參與這個 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嘛 我說的簡單啦 沒有internet之前 大家是不是文盲的比較多 有了網路之後 大家幾乎 年輕的一代全部都會了嘛 手機也馬上就會使用了嘛 一半幾乎就沒有了嘛 你好歹你還會輸入嘛 對不對 還會上網來看圖片 所以現在知識在很短時間 explode 對不對 ignorance will overcome the disease was cured Ebora病毒突然發生 我跟你講 如果沒有資本主義 一開始 解除一個病毒 不是今天發生了 我才來實驗室研究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一定十幾年 開始做基礎研究 讀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解決 解決這個時候 日本人 有一個研究室出來的人 很厲害 他說 原來我十幾年來研究 說今天總算得到回報 你養一個實驗室 我跟你說 少說上億耶 要成立一個實驗室上億耶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耶 好幾億了 那實驗室在還沒有發生病毒之前 是不是已經要有些人 先看到這個需要 在每年的收入裡面 播出一部分來做 基礎科學研究 對啊 等到遇到問題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才在那麼短時間 把疫情控制住耶 一方面有solution也跑出來 solution也靠這些R&D的東西 放在那邊備而不用的東西耶 你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在運作的話 沒有那麼多錢來做平常的事情耶 所以美國才研發 外灘或這些東西 都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就去做嘛 因為台灣人短視經歷 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嘛 超過五年 十年 一百年看不到了 對他來講沒有意義 我只管錢 眼前有沒有這口飯可以吃 那就是奴隸啦 奴隸只管眼前可以吃 什麼東西只管當飯吃的話 它就是有意義 沒有辦法當飯吃 它就沒有意義 因為它不實際 它不能養活我 那叫奴隸 你知道嗎 對他來講 音樂也沒有意義 藝術也沒有意義 其他都沒有意義 只有吃這東西有意義 可以讓我飽足 可以生活 可以活下來 這叫有意義 但是台灣人不能再過這 奴隸跟動物一樣的生活 你知道嗎 再來 Poverty was eradicated 現在窮人也沒有了 幾乎沒有了 你只要撐走 除非是政府單位做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捐給非洲 然後政府拿去買武器 那是另外一回事 基本上人類製造的食物 足夠養活所有的人類 如果大家不要做這些奇怪的事情 沒有IS這種 或者特殊的貪污 基本上所有人類也不會邀請 Word was rendered absolute 也慢慢減少戰爭的情況 過去一個原子彈一炸熄過 第一戰第二次彈熄過 慢慢隨著這個資本主義發展之後 越來越講究戰爭的方式 解決問題的方式 越來越細緻 會減少這種人類的燒 很多事情因為資本主義的運作 而產生 但是這個輪子在滾的過程當中 什麼 如果這輪子一停止的話 人類完蛋了 進入浩劫 為什麼 開始沒有人製造生成 大家沒有收入 大家沒有分支 大家沒有分支 所以為什麼資本主義 一旦走上來的時候 就不可以停 它有一個轉速 你要維持一個轉速 太快也不好 太慢也不對 OK 我先不講那麼深 再來 為什麼不能共產主義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輪子在轉的時候 怎麼讓輪子動 就是讓有錢人有買不完的好東西 很重要 在資本主義運作的時候 要讓有錢人有買不完的好東西 而且想買 然後在下面的人 底層的人覺得 我只要努力 我的生活就可以 improve 改善 越來越好 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就可以動起來 那怎麼讓不動 有錢人覺得 有錢是一個罪 對不對 怕死 就像共產主義一樣 你有錢人 我要鬥倒你 對不對 沒有錢的人 不要工作都有飯吃 社會主義就是這樣 我有養活素的人 那我幹嘛努力 我到那裡 每一天都有基本的收入 所以他也沒有動力做 所以下面沒有推理 上面沒有動力的話 這個資本主義做不起來 為什麼共產主義不能走 因為整個資本主義現在運作 我們是屬於這個體系的一部分 你如果走共產主義 就是反這個 對不對 每一個人的需求我都讓你滿足 那你為什麼還要工作 過去日本有一個東西叫做 下流社會 你們有沒有聽過 新的Terminology 就是說 日本的年輕人覺得 我每天現在 上網也很方便 吃7月買一個便宜的便當 就可以解決三餐 警察打折我的衣服很好買 所以我工作只要找一個簡單的工作 我住家裡 每天上網 跟朋友卡拉OK 喝一瓶也沒有多少錢 要出去玩 大家不能不能無關 所以 他Stay Low 他不想奮鬥了 因為他要奮鬥 比如說我真的要工作上班 往上爬 等那個所需要的力量太大了 比如說我變成朝九晚五 我變成被公司管 我要升一個升遷 我要付出代價太多 晚上還加班 不會不會 我很辛苦 我整個不然這樣 我整個Stay Low 我夠贏就好 如果一個社會產生這種人出來的話 這社會完蛋了 他沒有動力的 他不敢 不敢 所有的人類都 都在 毀滅當中 包括有一些宗教 讓人家失去物欲 那也完蛋了 這也是不符合資本主義運作的系統 當你不想買東西的時候 那東西做給誰啊 你告訴我 我們要知道資本主義的前提 就是人類要不斷的消費 沒有錯 你可以講說 Biproduct 副產品可能是污染 可能自然會耗盡 但是都不是現在我們能夠解決的問題 也不是你我可以解決的 你一旦進入所謂資本主義運作系統 截至這麼遠 So far so good 我們維持這個運作再進行 否則你就是屬於另外一類 叫做反資本主義 反資本主義 反資本主義是說 Biproduct 卓越不允許你這樣做嘛 那叫共產主義 現在連中國都不知共產主義有 我以後在那邊上課的時候 我會講越講越多 我今天大概講到這邊 大概把這個資本主義運作系統 給你們知道 這樣就好了 好 我今天課上到這邊